凹凸有致,身姿妙慢 杨柳细腰的吹雪很是无语 明明被叫去参加怪人协会的作战 不知道为何 但是却说别跟这扯上关系 原因应该是龙卷拒绝我参加吧 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打算认同我吗 对于怪人协会 我也有私人恩怨 竟然在那个时候 让我在姐姐的面前遭受奇耻大怒 正是吹雪对战努埃斯的时候 吹雪组现在的成员基本都已经受伤了 我要复仇 用新吹雪组的力量 杰诺斯已经完成了新的改造 杰诺斯按照齐玉老师的意见 进一步提升了力量 这次力量强化非常的乱来 是放弃了平衡性的攻击力 在不减弱装甲的前提下 接近极限的提高马力 要自己驾驭出力量来战斗 火力全开的话部件会坏掉 说到底 只是最后的绝招 杰诺斯的双手改造过后 仿佛化身恶魔之爪一般 火力全开也要开准时机 10秒就是极限 长时间的话身体会撑不住 如果核心能量爆炸了的话 就算改造人性命也会不保 火力全开最多只能10秒 这是库塞诺博士的再三警告 杰诺斯遇见了吹雪 两个人的目的地都是齐玉的家中 杰诺斯跟吹雪一起来到了齐玉的家 杰诺斯是来拜见老师的 吹雪是来开作战会议的 但是却发现老师并不在家 英雄服也不在 正当杰诺斯吹雪在齐玉的家中寻找的时候 邦谷邦谱也来了 邦谷说 齐玉不在啊 太遗憾了 正打算一会儿跟着King 突入敌人的老巢呢 杰诺斯惊恶什么 你们已经知道敌人的老巢了吗 没错 似乎就在这附近 杰诺斯 你也会去吧 当然 杰诺斯肯定的回答 King摆脱了英雄协会 气喘吁吁的跑到了齐玉的家门口 King来到齐玉的家中 发现除了齐玉 大家都在 怎么会这样 李发奇总进攻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King 你打算怎么办 是等齐玉老师 还是就我们攻击进去 King冷汗直冒 等齐玉吧 吹雪夸赞 不愧是King 就算没有我的安排 也能在背后做好安排 发奇总进攻 齐玉的战力是不可或缺的 要上的话就全员一起上 这个新吹雪组的成员 杰诺斯等人无视了吹雪 越是拖延 其他S级的负担就越重 你们先去吧 杰诺斯表示我会在这里等着老师 跟老师会合之后 再去往前线 邦谷觉得不错 但是King非常的慌张 没有齐玉就过去 不是吧 吹雪大叫着 跟我来吧 心吹雪组 出击 King很是不安 齐玉到底去哪里了呢 画面一转 同弟的人已经到了 人类所废弃的城市 则是 同弟发现King已经不见了 其他地上支援部队的成员感叹 这是何等的迅速 我就喜欢这一点 同弟很是失望 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呢 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了 正当大家都在讨论King的时候 在英雄的前方出现了无数只的怪人 前方后方上方已经全部都是怪人 英雄们已经被包围了 随着一块破步掉落在英雄们的面前 怪人们的进攻开始了 这块破步原来也是怪人 邪眼灾害等级不明 英雄协会的总战力都回来 原来就是这些玩意儿 只见邪眼的食指轻轻勾动了几下 城市的道路快速的裂开 数百米的大楼直接崩塌 这就是邪眼的能力嘛 邪眼把他称之为怨念 邪眼的身上有非常多的眼睛 这些眼睛都是被你们英雄杀害怪人留下的 大窘眼把这些眼睛埋入了 我这个曾经贫穷的超能力者的身体里面 通过聚集这些残留的思念 我的力量得到了增幅 终于迎来了这洗刷仇恨的时刻 他们都喜极而泣了呢 只见邪眼的手臂上无数个眼睛疯狂的转动着 看得让人寒毛竖气 正当数百米的大楼砸下来 正要砸到英雄的时候 只见龙卷食指轻轻一挥 数百米的大楼变成粉末 但是还有些细小的石块 那些B级英雄也疲于应对 S级表示 没有办法自保的人现在就给我回去 你们没有待在这里的价值 只会妨碍我们 邪眼爆发能量对着龙卷说 你的妹妹好像也是个超能力者吧 我要把你们姐妹的眼珠挖出来 这好像是一次有趣的实验 听到邪眼要搞自己的妹妹 龙卷变得异常的愤怒 真是能说啊 垃圾袋 好吧 就让我来教教你 对我们出手会有怎样的下场 邪眼发动超能力 周边的大楼汽车全部变成了粉末 巨大的龙卷风 把邪眼跟龙卷卷在了中心 这个时候杂鱼怪人全部攻击了过来 支援部队的A级跟B级英雄耍帅了一波 特别是这位B级71位水匠的身材非常的棒 穿的也非常的运动 这个时候 泽金格尔吹响了哨子 水匠开始攻击 众多的怪人当中 有一个长得像是西瓜的怪人 只见水匠用手脚 把西瓜怪人来了一个爆摔 紧紧的爆住 直接把西瓜怪人爆碎 爆碎的西瓜汁 不对 是怪人的血全部淋在了水匠的身上 这一幕让人回味无穷 杂鱼怪人被禁术消灭 同弟思考着 这些怪人太弱了 他们的目的看样子不是消耗我们的体力 明知道慧叔派这些低级怪人的理由是什么 紧接着 犀牛摔跤手出现了 几个B级英雄的攻击 丝毫都没有奏效 A级第二 居和刚的一击突击 也没有挡住犀牛摔跤手攻击的势头 B级 C级的攻击也丝毫没有作用 此时 大熊眼的分身正在现场观察 现在的犀牛摔跤手的平级 已经是鬼级怪人 刚开始出场的时候 是虎级怪人 正当居和刚跟其他英雄 不断的攻击不起作用的时候 原子武士表示自己已经等不了了 我来砍了他 没有看清原子武士的拔刀动作 犀牛摔跤手已经被砍成了碎块 紧接着 杂鱼怪人一起上打算干掉原子武士 只见原子武士拿手中的牙签随便砍了几下 杂鱼怪人就被禁术的干掉 黑光一边跑步 一边就能把这些怪人干掉 正当SG英雄干掉这些杂鱼怪人的时间 血眼也已经被龙卷干掉了 血眼灰飞烟灭 同弟发现在空中观察的大熊眼的分身 直接一刀解决大熊眼的分身 大熊眼通过观察 已经大致了解了英雄协会的战力 可以的话 还想看看King的实力呢 只见数位龙级怪人 出现在了大熊眼的面前 同弟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地面小组往中央待机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 各个突击小组到自己的位置准备进攻 泽金格尔大叫人 最优先的是救出人质 你们没有后援 就算发生什么 也要靠你们自己 有限失败的怪人逃回了怪人协会 大熊眼发动能力 直接把这些怪人蜷缩在了一起 变成了大蛇大人的食粮 S级英雄 尽数突入 性感囚犯 黑光 原子武士 跟他的三个弟子 猪神 龙卷 大熊眼说着 好戏 开始了 通信器上有地图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通话 但是互相之间 请不要期待有救援 闪光的弗莱士 首先遇到了怪人 也是杂鱼 瞬间被秒杀了 当弗莱士瞬间秒杀怪人的时候 听见有鼓掌的声音 定睛一看 鼓掌的 正是疾风 跟夜火 正当疾风想要说一些什么的时候 弗莱士 直接砍了过来 疾风躲避 不错 这样才有杀掉你的价值 夜火炒粉 难道刚刚这就是你的最高速度了吗 引发了终结44期事件的罪魁祸首 闪光的弗莱士 弗莱士有一次惊讶 但是瞬间恢复了平静 速度飞快朝着夜火攻击 二人疯狂的在一起打斗 烟雾弥漫 肉眼已经跟不上 他们打斗的速度 弗莱士大叫着 你们这些家伙 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我吗 一发疯刃脚 攻击夜火 夜火躲过 但是脸上擦出了血 夜火一发炎刃脚 弗莱士向上跳起躲避 什么 怎么有钢线 疾风收紧钢线 弗莱士边抵挡钢线 边躲避 身上有多处被钢线割破了衣服 真可惜 差点就能把你做成碎肉了 接下来就开始真正的战斗吧 疾风说道 疾风已经将通道内布满了很多的钢线 此时弗莱士就像是蜘蛛巢中的飞虫一样 就用你自己的速度 把自己大卸挖快吧 只见弗莱士的速度飞快 直接把旁边的墙壁也尽数砍碎 刀刃 与疾风夜火砍在了一起 果然是村里出来的 这里太狭窄了 不如换个地方吧 疾风刚说完 只见数十厘米的地板直接被掀翻 疾风 夜火 弗莱士 进入了下一层 疾风使用钢线飞快的飞舞着 弗莱士的速度非常的快全部躲过 砍上疾风被挡住 紧接着疾风夜火联合的一击 分刃脚 弗莱士越起躲过 弗莱士出现在了疾风夜火的后方 一刀砍去 疾风夜火一跃到了远处 这是个好地方 全力应战吧弗莱士 歼灭你之人名为黄金的三十七七 说完双方又打斗在了一起 此时疾风夜火的灾害等级为轨迹 从地上到瀑布 从天上到地上 双方的打斗非常的快 只见刀光四起 肉眼很难捕捉他们的动作 弗莱士一边抵挡着疾风夜火猛烈的攻击 一边大声的说着 你们到底是被谁雇佣的 等我把怪人协会解决以后 也许跟你们的雇主打打招呼 只见双方在瀑布处不断的打斗 瀑布的水花四溅 疾风说 雇主 人生买卖王 游房主 我这么说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他拥有着地下组织的军团 你自己想一个人做他的对手吗 弗莱士表示 不会是他的 因为他老派刺客过来 我已经杀了他了 紧接着疾风又说了数个名字 都已经被弗莱士杀了 简单的交谈以后再次开战 疾风边打边说 想要使用这个力量支配世界的话 比起那些英雄 村里的实力者更加的碍事 因为忍者的招数 实在是太难对付了 在村子里面 我们也被称为最强的一代 黄金的177 跟我们作对 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44期的原第一位 只见弗莱士飞速穿过疾风夜火的中间 只见疾风夜火的脸上 出现了伤痕 别再隐藏实力了 赶紧把那个力量解放如何 那个什么怪人化的力量 弗莱士说着 你也知道啊 弗莱士表示 你们因为怪人化年数尚浅 还没有习惯自己的最高速度吧 所以才诱导我来到这个更加宽阔的地方 仅仅是靠着怪人化这种程度的力量 是不可能超越我的 紧接着 疾风夜火变化怪人形态 你刚刚说的话 可不能收回去 现在开始 前辈 不要眨眼哦 疾风夜火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之间出现在了弗莱士的眼前 此时 疾风夜火的灾害等级为 龙 速度飞快 弗莱士被打飞 在弗莱士被打飞的方向 夜火已经出现 刀刃相碰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紧接着夜火一发火盾散闪斩 无数发斩机将桥梁斩断 但是这些斩机都被弗莱士挡下 弗莱士一发斩机直接把夜火的武器给破坏 愤怒的夜火一拳对着弗莱士打去 只见拳风上还都是火焰 不愧是跟我们一样被称为天才的弗莱士 不仅如此 在技术方面还比我们略胜一筹 这次的过招我基本感觉不到 他在速度跟力量上有不利 强成这样的话 除了我们以外的怪人 恐怕是没有还手之力了 积分看着战斗想着 弗莱士擦了擦脸上的灰尘 你们还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吗 积分夜火 你们的招数我当然了如指掌 正因为我在修行的时候 比任何人都经历的多 越是优秀的人 越是忠于基本的东西不会偏离 不管速度再怎么快 只要知道这是什么招数 就很容易应对 是吗 明白了 已经够了 差不多了 身为忍者的战斗就此结束吧 招式跟道具都不需要 我们要作为怪人 杀死你 这之后的战斗相当的简单 仅仅就是我们发挥出压倒性的速度来柔虐弱者 能让我们舍弃叫仅剩最后一点的忍者的尊严 向你表示尊敬 我们会用自己所分应的最高速度 单单强制的杀掉你 在理解到人人与怪人的性能差异后 死去吧 永别了 闪光的弗莱士 急风夜火爆发惊人的速度向上跃起 紧接着跟弗莱士沉斗在了一起 只见周边的箭主迅速的被破坏 事到如今你觉得你还能跑得掉吗 可别让我太失望啊 急风吵粉着说道 弗莱士不断的躲避 但是却发现怎么也甩不掉急风跟夜火 两人瞬间又攻击了上来 只见树道光柱 眼睛已经无法追踪他们的速度 树发重拳打中弗莱士 弗莱士被重重的打到了地上 口吐鲜血 正当急风夜火沉盛追击 准备干掉弗莱士的时候 弗莱士一发闪光脚 只见脚的踢速仿佛化为了光速 不断朝着急风夜火踢过去 正中急风夜火 急风夜火因为追击被打断 有先失去重心 紧接着弗莱士一发绝技 闪光斩 急风夜火被砍成数块 闪光斩的威力巨大 整个空间尽数崩塌 急风最后的一言 可恶 真让人不爽 有这种傲义的话 早点用不就好了吗 我只是在找能够同时干掉你们两个人的机会 我认为如果让你们其中一个人逃走的话 事情会变得很麻烦 毕竟除了我以外的S级 在面对你们速度的时候 应该会很难应对吧 对你们而言 最好的策略 就是不跟我战斗 仅此而已 说完 弗莱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急风跟夜火作为暗影者 是影子一样的存在 绝不会被当成人类对待 只会一直被压榨 他们想从被掠夺的人 变成支配他人的人 为了得到力量 做了一切能做到的事情 当急风跟夜火拼上最后一口气 问弗莱士 我们到底还有什么不足 修行不足吧 说完 弗莱士潇洒地离开 这个空间 仅仅就留下了急风跟夜火的尸体 弗莱士走到了其他的地方 想要确认一下这边的位置 却发现通信器没有了 是在战斗的时候丢了吗 此时的同弟 发现了弗莱士刚刚应该是超高速地在移动吧 在那之后就停止没动了 是发信器故障了吗 其他人突入以后没有什么奇怪的动向 反正全世界有什么困难都能独自应对的人 真的要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应该会发出求救信号吧 算了 只要救出了人质 压在这场战斗上的精神负担 应该会一下子减轻很多吧 为了人让他们全力以赴 没有后顾之忧的战斗 这里我就该出马了 之前因为怕引发争端 所以没有说情报方面 我还有一条线索 此时 正有几个怪人 正在偷偷摸摸地接近铜地 只见迷你章鱼坦克8号 进入警戒领域的移动物体 直至二氧化碳排放量归零为止 会不断的射击 直接干掉了怪人 铜地根据线索找到了 金属骑士的残骸 铜地惊恶 怎么会 居然把经过了无数次 夸张耐久测试的金属骑士 虽然听说是被怪人王大蛇干掉的 但是到底要多大的攻击力 才能破坏到这种程度 真是不想遇上他 既然那人不告诉我 我就只能提取机体的残留信息了 只见铜地 将一根数据线一样的东西 插入了骑士的脑袋当中 无论是怪人之间的对话 录音也好 还是地图情报 只要有任何一点 关于人质监禁地点有关的线索 话说回来 这些零件虽然称不上是完美 但是看得出来 有谁想要重新的组装 这些零件被拆解的也非常的漂亮 难道这里也有精通这一领域的人 为了打倒怪人而存在的技术 被怪人恶用的话 真是烦恼 铜地从金属骑士的数据中 找到了通往人质房间的路线 金属骑士居然已经知道了这种程度 为什么还拒绝协助呢 铜地思考了太多 感觉会变迟钝 摄取点糖分让大脑呼吸一下吧 准备吃个棒棒糖 补充点糖分 正当铜地吃棒棒糖的时候 铜地的迷你章鱼被干掉了 出现的真是凤凰男 这个是你制造的吗 真是幼稚的设计 来这里也是掺着想玩一下的心理吗 铜地狠狠地把棒棒糖吃下 是干部吗 凤凰男说 在这里算是中间管理层 虽然我不是干部 但是在周围也属于鹤立鸡群的存在 某种意义上 不比干部优秀的话 可坐不了我这个位置 明白了吧 总之 组织里面有各种各样自己的规矩 对你这种被英雄名号冲昏头脑的小鬼来说 是难以理解的事情 仅仅是因为稍微聪明点的小孩子 就因为话题性很高 而作为S级英雄被吹捧 变成那样的下场 就是在这里死去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大人表扬的话语 还是不要当真为好 我除了自己 谁都不相信 这个怪人协会对我而言 也只不过是一个台阶而已 总有一天 我要从大蛇那里 夺走王的称号 我的名字 叫做凤凰男 脱不下身上的玩偶服 反应过来时 已经变成怪人的人 童帝 新时代的牺牲者 给我在这里死去吧 至少让你没有痛苦瞬间的死去 凤凰男紧接着用尖嘴攻击童帝 凤凰男 灾害等级 鬼 转眼间童帝早已经吃完了爆爆糖 只见凤凰男就要碰到童帝的时候 童帝的面前 仿佛有一层透明的屏障 凤凰男狠狠地撞在了屏障上 童帝说道 在你说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钢丝射出去铺好了 这个透明的薄膜 对瞬间的攻击 能够发挥出超强的耐久性 还可以卷成筒状 携带很方便吧 好像能与你正常对话呢 虽然也可以深情让你带路 但是 我现在心情不太好 只见童帝背后的背包出现了机械手 机械刀刃 数个机械工具 瞬间斩杀了凤凰男 凤凰男口吐鲜血 躺在了地上 童帝的机械工具 恢复了背包的形状 有野心是好事情 但是你真的优秀的话 就不会加入怪人协会这种地方 算了 那点我也不是一样吗 谢谢你 这下我也稍微冷静了许多 说完 童帝转身打算离开 画面一转 来到了关押瓦钢麻的牢房 牢房门口 有数个怪人在看守 此时 童帝已经来到了牢房门口 有毒的烟雾配合机械工具 瞬间秒杀了这些怪人 救出了瓦钢麻 此时毒尼水母出现 灾害等级为虎 毒气跟刀具 对毒尼水母都不起作用 紧接着 童帝用火 直接把毒尼水母给烧了 童帝带着瓦钢麻逃离 瓦钢麻埋原童帝来得太晚了 童帝很是愤怒 突然 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出现的正是姬武 童帝看到怪人 立马做出反应 机械型嘛 只见童帝拿出了一个笛子 放在嘴中一吹 背包竖发笛子 朝着姬武飞过去 笛子插在了地上 笛子跟笛子之间 有线相连接 形成了一个牢笼 笛机 无力化装置 用高压电线做的围栏 锁住它 不断发送强制停止的信号 瓦钢麻看着这个 姬武的七七人 想要带回家玩 只见姬武手中的刀 轻轻一挥 牢笼瞬间被灰飞湮灭 童帝赶快让瓦钢麻后退 这个家伙不简单 可恶 虽然道具损耗严重 但是也没有办法 出来吧 中拳狗瞎 只见童帝的背包 掉落几个圆球 圆球变成了狗瞎 七七人的形状 总共有三位狗瞎 他们就这样趴在了一起 什么 居然合体了 变成了一个非常狂暴的 三个头的狂犬 童帝让狂犬攻去 自己的手中也准备了枪支 铅笔飞弹 射出的弹药 打中了姬武 这个弹药正是浇水的效果 姬武在原地 动弹不得 狂犬眼看就要攻击到姬武 你为什么要逃跑 干掉怪人不是英雄的职责吗 爸爸说过 英雄是靠着大家 交出来的钱生活的 所以必须更加努力才行 童帝表示 现在必须把瓦钢麻军 送到地面再说 如果我受伤了 还有谁能带你出去呢 瓦钢麻很是同意 童帝带着瓦钢麻逃着 来到了刚刚被打败的凤凰男这里 瓦钢麻仔细看了一下凤凰男 这不是持盾鸟吗 一个叫做动物帝国的 喜剧节目当中 持盾鸟就是里面的角色 就是因为比较迟钝 所以经常死掉 童帝惊饿 经常死掉 瓦钢麻说 有时候撞上电线 有时候烤神烧鸡 但是因为很迟钝 所以在下一次的节目中 又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复活了 童帝想着 复活 不不 那只是节目里面的故事 怪人的生态也没有办法预测 怪人化也有可能 是在某种根源气急下发生的 由于人偶浮 而怪人化的男人 要是他还隐藏着 从那个角色设定上 继承下来的能力的话 正当童帝思考的时候 凤凰男复活了 大雄雁说过 度过兵临死亡的地狱的时候 正是让怪人爆发性成长的时候 转身凤凰男 灾害等级 龙 童帝立马展开攻击 只见凤凰男翅膀轻轻一扇 强大的火焰来袭 童帝把瓦钢麻 放在了一个抗热的材料里面 自己面对凤凰男 童帝手中一发光剑 背包出现了盾牌 机械刀 凤凰男继续发动火焰攻击 被童帝的薄膜全部挡住 童帝这次整整用了五层的屏障 童帝打算屏障拦下他的时候 对他进行集中攻击 来确认一下吧 凤凰爆裂会攻击 凤凰男直接冲破了童帝的屏障 对着童帝静直的攻去 凤凰男的会 直接攻击在了童帝的盾牌上 童帝被直接打飞 是的 我变强了 这种无所不能的感觉 事业里所有的东西 看起来都在闪闪的发光 现在 这个瞬间 我已经天下无敌 所有生物中的第一名 不要哭童帝 这次我会让你连品尝恐怖的时间 都感觉不到 把你送到那个世界的 童帝说着 我才不是因为害怕哭 我是对自己的落小 太过不甘心 忍不住 哭了出来 明明已经考虑过 预想之外的事情会发生 但是连个干部都不是的家伙 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种地方 竟然已经不得不用最终兵器了 只见童帝手臂上戴的手表发光 童帝先是双手交叉 然后一只手高高的举起 变身迪迦 错了错了 来吧 无畏巨人 怪人学会瞬间地动山摇 无数发机械的组合 移动到了童帝的身旁 这是变形金刚吗 凤凰男震惊 童帝在里面操作 巨人的手掌一掌 直接拍飞了凤凰男 童帝的机甲非常的炫酷 我就想着会有这种事情 就事先让各个机器的部件 在地下待机了 凤凰男看着童帝的机甲 廉价的玩具 确实 把人质小鬼救出来的时候 叫出这个机器人破坏墙壁 逃出地面 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你并没有那么做 说明 活动条件有着相当制约之类的 可恶 被发现了吗 到达活动时间还有两分三十八秒 不好 没有时间了 要一口气干掉它 童帝的机甲不断地追击凤凰男 凤凰男不断地躲避 虽然火力可能是个威胁 但是要跟本大爷斗的话 还是太过笨重了 凤凰男嘲讽着 机甲述发追踪弹发射 凤凰男的翅膀煽动干扰 导弹都没有命中 童帝脸色凝重 紧接着机甲释放出了 无数个小型勇士 团团围住凤凰男 一骑攻击 凤凰男跃起 你觉得这样就能包围我吗 本大爷的五只眼睛 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分析 振翅铁壁 只见凤凰男张开翅膀 小型勇士都被扇飞 凤凰男思考着 他急于决一胜负 果然可以把那个东西 看作不能长时间战斗的兵器 既然如此 我应该采取的战略就是 羽毛攻击 攻击对象 正是瓦钢麻 一边跟他保持距离 一边对他保护的对象 进行攻击 童帝赶忙到瓦钢麻的位置 保护瓦钢麻 凤凰男一直攻击不停 童帝疲于抵挡 凤凰男一边移动 一边攻击着 但是却突然撞上了什么 这是最开始的屏障 童帝说道 我在包围你的时候 还同时设置好了屏障呢 紧接着 机甲巨人的拳头 损粒已经达到了96 停止了工作 因为机甲攻击周围的水分 都已经蒸发了 童帝在机甲里面想着 真是大幅估计错误敌方站立了 恐怕弗莱士 也是没有发出求救信号的时间 看着通讯区的位置 大家真的平安无事吗 这还真是不错 我真为这边潮湿阴暗的环境 感到为难了 看来上天也在祝福我成为王了 看样子 你最后的玩具也坏掉了吧 你身为一个孩子 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高高的飞在天上的凤凰男说道 接受到的能量实在是太过巨大 多少有些不适应了 竟敢把我心爱的玩偶服弄成这个样子 凤凰男看着瓦钢麻 所以我才讨厌小孩 瓦钢麻吓得不行 同弟此时还在机甲里面 只能认输了吗 刚刚的那招都行不通的话 凤凰男继续说着 反正你肯定把和本大爷战斗的相关数据 送到那里了吧 无论你发送到哪里都会被查到 你也看到了吧 金属骑士 在这之后将会从你和你的玩具 开始着手 把整个协会的技术班彻底进行调查 我的忍耐也是有极限的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给我出来 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不过还是算了 我果然还是不能原谅你 我要把你碎石万段 同弟有一丝慌张 但是依然嘲讽着 我就在这里等待救援了 而且你至今为止的攻击 连我的驾驶舱都没有伤到 这里的防护壳 是我的自信之作 同弟已经利用通信器 请求了救援 凤凰男青筋抱起 你知道啄木鸟吗 我会在机体打出一个小洞 然后再把你的内脏扯出来 紧接着 凤凰男以飞快的速度 朝着无畏巨人攻击 在无畏巨人的体内 同弟拉动紧急窗口 通过小心勇士 无畏巨人直接飞了出去 巨大的嘴即将攻击到凤凰男 凤凰男就这样进入了 无畏巨人的嘴中 同弟已经藏在了 无畏巨人嘴的上方 进入无畏巨人嘴中以后的凤凰男 简单几下 就把无畏巨人搞成粉碎 这个时候 疾风跟夜火居然没有死 全身赤裸 复活了 同弟跟凤凰男的战斗 已经打到疾风夜火所在的区域 同弟用动牌抵挡 勉强没有受伤 凤凰男缓缓地走向同弟 被歌颂为天才的儿童 同弟 被逼上绝路 也只有这样的水平吗 你以为你把我关在里面 又会怎样呢 同弟是故意引诱凤凰男 到那个机体里面去的 毕竟现在的凤凰男 基本没有什么破绽 凤凰男表示 那么终于到了惩罚的时间 有一丝异动 下一秒 凤凰男直接大笑不已 凤凰男意识到 自己的衣服里面有什么东西 可恶 好痒 凤凰男受不了 不断地想要把衣服脱下来 同弟松了一口气 这是挠痒痒一号 刚刚趁着关注他的时候 从他脸周围 把这个放进了他的玩偶服里面 他会在衣服里面移动的同时 不断地挠 直到对象 呼吸困难而死 这个兵器在我脑中闪现的时候 我为我自己心中居住的魔鬼 感到恐惧 同弟看着满地打滚的凤凰男 明明叫做迟钝鸟 身体里面的感觉 却是相当的敏感 凤凰男痛苦不已 不断地撕扯着自己的玩偶服 玩偶服被拖了下来 玩偶服拖下来以后 玩偶服的力量自然也就消失了 同弟的背包出现了一个齿轮 直接对着凤凰男的裆部切割 这个时候 因为同弟跟凤凰男的战斗 怪人协会的内部已经有多处漏水 其余在怪人协会的内部埋怨着 又是地震又是漏水 这可别是什么下水道的脏水啊 这个时候 凤凰夜火逃离战场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明明刚刚还在跟弗莱士战斗 怎么回过神来 就全裸了 逃跑的时候 正好与齐宇来了个面对面 直接攻击齐宇 齐宇轻松躲过 齐宇很是疑问 你们突然搞什么东西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吧 你们怎么是全裸 真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凤凰夜火脸色凝重 又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家伙 竟然完全看穿了我们的招式 本来你是不可能活着回去的 现在有个要先杀的人 就把你安排到后面吧 那张脸我们已经记住了 说完 积分夜火闪人了 齐宇完全不了解状况 为什么这地底下会有变态呢 画面一转 凤凰男已经被童帝打败 失去玩偶服力量的凤凰男 已经不能再复活了 打败凤凰男以后 童帝依然有些后怕 实在是相当的冒险 要是他用远距离来攻击我的话 我就完蛋了 我的最终兵器居然也不管用 发现了能反省的地方 反倒是一件好事吧 瓦钢妈走过来 明明是个S级英雄 却陷入了苦战 急死我了 好了 振作一点 在我回去之前不要再输了 同弟说 有件事情我忘记跟你确认了 被抓到这里的人类 只有你一个吗 瓦钢妈的脑中 回想起了鼻涕熊的样子 脸色阴沉 嗯 大概 同弟表示 好吧 那就出发吧 到出口之前 我都是你的盾牌 瓦钢妈跟鼻涕熊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恶狼不是来救鼻涕熊的 但鼻涕熊求着恶狼救救瓦钢妈 同弟本来就是来救瓦钢妈的 瓦钢妈也答应了救鼻涕熊 到头来 却连鼻涕熊的名字提都不提 画面来到了S级的第八位 僵尸男 僵尸男已经干掉了很多的怪人 自己也已经伤痕累累 虽然能迅速的恢复 僵尸男说着 我的专业特长是侦查谍爆活动 和污染区域的调查 战斗不是很擅长啊 僵尸男解决了很多怪人 紧接着又出现了很多怪人 很欣赏你 你的话或许能把那个家伙杀死也不一定 怪人们给僵尸男让出了一条路 路的尽头是一扇门 门的背后有对手正在等待的僵尸男 僵尸男表示肯定没有什么好东西 不管是什么进去再说吧 僵尸男打开门 房间内漆黑无比 只见一个蝙蝠一样的怪人 倒挂在屋顶 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怪人跳下地面双翼展开 此人正是古代延续至今的 正牌吸血鬼一族的后代 是天生的正牌怪人 一旁的小喽喽怪人也一直在起哄 顺便还把门锁上了 战斗力高强的S级英雄 对战连怪人都当成食物吃掉 被厌恶的吸血鬼 正当僵尸男跟吸血鬼互报名号的时候 僵尸男手中的手枪随即发射 吸血鬼绕到了僵尸男的背后 啃食僵尸男的脖子 双方都想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吸血鬼率先得手 但是僵尸男的血真是难吃 吸血鬼的利爪直接划破僵尸男的大动脉 僵尸男倒地 这血是我喝过最难喝的血 僵尸男倒地不起 僵尸男再一次站起来的时候 身上已经血流成壳 吸血鬼面色阴沉 血还没流干吗 用了最后的力气站起来了吗 但是很遗憾 不屈的正义什么之类的东西是没有回报的 告诉你一件事情吧 我是怪人协会里面 唯一一个继承了吸血鬼先祖的血的真正的怪人 稍微跟我打一下 你就知道我跟其他怪人有什么不同了吧 僵尸男手中的手枪快速换蛋 对着吸血鬼攻击 手枪的威力仿佛巨大的激光炮一般 子弹居然直接被吸血鬼抓住 庞大的后座力 僵尸男的手臂已经骨折 吸血鬼直接把子弹空手给僵尸男弹了回去 僵尸男的脑子上被开了一个洞 身体上也被开了一个大洞 倒下了 吸血鬼开始欢呼 这就是所谓的压倒性的力量 鼓掌吧 但是僵尸男再一次地站了起来 此时僵尸男的身上两个大洞不断地在恢复 吸血鬼瞪大了双眼 这样了还能再次站起来 我丢回去的子弹已经贯穿了你的重要器官 还有你的大脑也被破坏了 在那之前 我的力爪也撕开了他的动脉 出血也停止了吗 我是听说过英雄协会里面好像有不死身的存在 正当吸血鬼思考的时候 僵尸男已经恢复 背部掏出了两把长剑 朝着吸血鬼攻击 此时吸血鬼的衣袖处出现了一把长长的刀刃 一击被僵尸男挡住 僵尸男双刀砍过去 吸血鬼躲过以后 一脚踢在了僵尸男的脸上 僵尸男的头已经被踢骨折了 但是手中的手枪早已准备就绪 一枪对着吸血鬼发射 吸血鬼的心脏被冻穿 旁边瞬间有怪人嘲笑了起来 吸血鬼秒杀怪人 吸食怪人的血 伤势迅速恢复 别太得意了 别以为只有你有恢复能力 不依靠道具就什么都做不了的低等种族 再生也是有极限的吧 你就给我变成碎肉吧 瞬间 吸血鬼变化成无数蝙蝠的模样 直接把僵尸男多处直接动穿 但是僵尸男直接把蝙蝠吸入了自己的身体 紧接着 蝙蝠直接变成了僵尸男身体的一部分 伤势也恢复了 我不想过多运动 不过没办法了 吸血鬼 给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30分钟以后 30多分钟以后 就好了 伴随着小怪震惊的表情 吸血鬼败北了 吸血鬼的尸体已经分散 可恶 我明明杀了你那么多次 你应该早就死了 僵尸男表示 是啊 你赢了200多次 总算轮到我赢一次了 僵尸男打败了吸血鬼 累死了 直接把门反锁 把这些杂鱼怪人也顺便解决了 只能说僵尸男的恢复能力恐怖如斯 当真不死的存在 此时僵尸男的通信器收到了同地的消息 已经把瓦钢马送到了地面 画面来到了诸神 诸神面对一个大卫王的怪人 想把诸神吃了 反背诸神吃了 原子武士的三剑克遇到了努埃斯 以及努埃斯手下的那些 以前是纳里金的突击部队 这些战斗装甲真的很厉害 正当这几位三剑克有先头大的时候 甜心甲面出现了 甜心甲面让三剑克先走 自己对付努埃斯 你们在的话 我不方便发挥 三剑克走了 努埃斯就交给了甜心甲面 努埃斯扯下了面罩 想要跟甜心甲面搞好关系 毕竟甜心甲面是帅哥 努埃斯的口罩下面 竟然是裂开的嘴 跟长长的舌头 听到努埃斯有这种要求 甜心甲面很是愤怒 轻轻爆起 几下就解决了那些突击部队 手段非常残忍 基本是分尸的级别 努埃斯的鞭子 对甜心甲面也起不了作用 面对如此狂暴的甜心甲面 努埃斯投降了 面对投降的努埃斯 甜心甲面依旧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他 那么漂亮的怪人 你也舍得杀 三剑克去了其他的地方 不断斩杀杂鱼怪人 遇到了一位头发很多 灾害等级鬼 魔长发 魔长发的长发非常的厉害 既能抵挡攻击 还能发动攻击 双方进入了持久战 人的头发有十万根 反观三剑克 只有三把刀 画面一转 又来到了性感囚犯 性感囚犯承受了电气 超音波 冷冻 火 麻醉 瓦斯 毒液 等等怪人的攻击 这副身体 有那么不可思议吗 性感囚犯发话了 要说明的话 就像是怀着大海一样 深邃的爱情 把疼痛全部承受下来的招式 我这招就叫做 天使拥抱 正当这些怪人觉得赢不了的时候 准备逃跑 直接被后面的一个大象怪人 全部吸收 吸收以后 出现了无数个橡皮 把橡皮放在一起 一发超大的激光炮 朝着性感囚犯攻击 性感囚犯躲过 证明怪人的能力 是能把吸收进去的怪人的能力 在排泄之前都能使用 灾害等级鬼 真空魔 紧接着 真空魔发动猛烈的攻击 不死生的人类是根本不存在的 性感囚犯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我的同伴里面 还真有一位不死生的存在 你这样的货色 根本不可能打败他们的 毕竟身为SG的我 却连他们的脚趾头都摸不到 跟他们相比 我就是普通的人类 在夸上海口之前 先想想办法 打倒眼前这个平均水平的成年男人吧 此时 性感囚犯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怪人嘲讽着 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哀号了吧 承受了这么多的攻击 这是必然的结果 瞎扯什么全部承受下来了 结果不就是咬牙硬撑吗 不管你的精神有多么的坚强 肉体承受不住了 没有任何的意义 性感囚犯颤抖的手指 放在了墙壁上 墙壁瞬间粉碎 看来 在爱的指引下 新的形态诞生了 震动天使降临 性感囚犯的背后仿佛有天使的羽翼 直接对着真空魔冲过去 真空魔被一拳打败 此时在一旁 那些被猫型怪人带走监狱的人类 都变成了怪人 要找性感囚犯复仇 已经出现在了性感囚犯的后方 性感囚犯有些震惊 你们是 囚犯们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看起来跟怪人一样了不是吗 可恶 混账怪人协会 竟敢对柔弱的男孩子 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 等着 我现在就去救你们 正当这些监狱怪人 准备干掉性感囚犯 对性感囚犯展开攻击 却没有任何的作用 性感囚犯神情慌张 怎么会这样 因为变成了怪人 内心也开始自暴自弃了吗 囚犯们表示 我们本来就非常的讨厌你 怎么可能 我们不是睡一张床 吃一碗饭 一起做劳动 挥洒汗水 成为了相亲相爱的同伴吗 回想起来吧 那光辉岁月 囚犯回想起来更加的愤怒了 杀意都涌出来了 正当性感囚犯跟囚犯们争论的时候 隆及怪人 喵喵 说话了 一旦变成怪人 就没有办法再次恢复人类了 真是遗憾了 紧接着一击 性感囚犯的胸口 树道裂开 男朋友知道的毛衣 已经破损 但是 性感囚犯并没有倒下 你说甜心他们已经变不回人类了 不是那样的 只要内心还是人类 就是出色的人类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绝对会救出我的男朋友们给你看 有爱 无所不能 此时性感囚犯身上附着的体毛 防御了很多杂鱼囚犯怪人的攻击 性感囚犯把这个命名为 天使钢毛装甲 随即 性感囚犯打算去干掉喵喵 此时 喵喵感受到了一股厌恶的感觉 跟以前那个主人硬是把爱情 施加到我的身上 感觉非常的像 喵喵选择了避开战斗 直接钻入了墙壁的缝隙里面 不管什么缝隙 只要有三毫米宽 喵喵就能通过 性感囚犯把钢毛放在了前壁 再用刚刚领悟的震动攻击 加上小时候在游泳教室学习的经验 在岩石中潜泳 天使 自由泳 在追击猫猫的过程中 性感囚犯自己 把那些变成囚犯的怪人 给弄死了 性感囚犯哭泣着 把身上的钢毛扯下来 洒在地上 就当是做给大家的礼物收下吧 我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 在天堂注视着战斗吧 好了 那只猫说要去攻击其他英雄 真是什么都不懂 不管选谁都会后悔吧 你会明白 选择性感囚犯作为对手 会比选他们会好得多 此时黑光正在跟虫绳战斗 虫绳猛烈的攻击 打在黑光的身上 但是虫绳的攻击 让黑光很是失望 黑光说道 我的这副身体 不过是肥大的肌肉而已 但是至少 性能比你的要强啊 虫绳 然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世间绝对不能触怒的三位英雄 最强生物 King 要是触怒了他 帝王隐形会响彻云霄 一切邪恶将会坠入王权 拧压一切超能力者龙卷 触怒了他 会被粉碎成圆形都认不出来的颗粒 还有一个 就是我 一只黑的发光的超合金黑光 触怒了我 这些肌肉就会擅自出手 虫绳狠着愤怒 进一步进化 直接被黑光 一拳秒杀 太乳莽了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才能让我这个身体负伤 黑光的身体 闪闪发光 画面一转 又来到了波奇 此时 波奇正在战斗 战斗的人 正是奇遇 奇遇表示 裸体之后 又是迷之大型犬吗 到底是吃了什么 才能长得这么大 这种狗放养也太危险了吧 波奇一发焦热弹 对着奇遇攻击 奇遇躲过 在这地下 有你的主人在吧 跟人对上眼 就突然咬过去 还喷火 真是太缺乏教育了 奇遇对着波奇的脑袋 就是一拳 坐下 波奇被打飞 整个怪人协会 破坏殆尽 天崩地裂 其他S级英雄 都感受到了震动 帮鼓 帮普 吹雪 也进入了怪人协会 隆及怪人 脸色 有些凝重 杰诺斯很明显意识到 这是老师的攻击 喵喵通过墙壁的缝 看到了奇遇 一拳打飞了波奇 浑身冷汗直冒 这次怎么回事 一拳就把波奇放倒了 喵喵准备趁着奇遇不注意 来个偷袭 喵喵来到了奇遇的背后 对着奇遇的脑袋 就是一击 喵喵的爪子 根本没有起到作用 奇遇回头 看着喵喵 狗之后 又是猫吗 喵喵惊愕 这家伙不得了 要被干掉了 喵喵直接跑掉了 反正我也没有 替怪人协会卖命 这家伙的对手 就交给其他怪人吧 虽然不知道 有没有人能打得过他 波奇已经在一旁 晕了过去 奇遇的一拳 打败了波奇 动静非常的大 大熊眼也感觉到了震动 声音好大呀 在上层闹腾的波奇 好像没声了 不会吧 正当大熊眼思考的时候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很在意吗 可能是怪人干不被干掉的声音呢 喂 你就是老大吗 说话的 正是龙卷 大熊眼脸色阴沉 这还真是稀客啊 自己送上门来了 真是让我高兴 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英雄 只有你 我一直觉得有必要我亲自出马 战力的龙卷 超自然能力的天才 我的名字叫做大熊眼 是怪人协会的参谋 同时也将成为 以怪人为中心新世界的创造者 龙卷很热不屑 那又怎样 也就是说 你就是老大吧 下一秒 大熊眼催动无数的石头 把龙卷包裹 紧接着 石头里面仿佛爆发雷电 瞬间 包裹龙卷的石头 灰飞烟灭 只有这种程度吗 只见龙卷食指轻轻一指 数块石头直接废了大熊眼的左臂 大熊眼惊恶 什么 居然突破了我的防护罩 这样下去 大概率会对我不利 很好 既然这样 我也不能吝啬 让我用真正的样子来战斗吧 只见大熊眼变得无比的巨大 浑身上下都长满了眼睛 龙卷 你是第一次见到高等的能力者吧 那你就好好享受吧 重力超激浪 重力300倍 被压成柿子杆吧 以龙卷为中心 重力急剧的增加 地面瞬间军裂 龙卷很是轻松 依旧是强者划风 不愧是高等的 感觉真不错 能不能再用力压一下我的右肩 最近我换了个枕头之后 肩膀就一直感觉很僵硬 只见龙卷轻轻转动手指 巨大的大熊眼瞬间被压缩成了肉块 隐隐一息 这个女人实际站在我面前才发现 她是远远超过我想象的能力者 那个妹妹简直根本就没法比 这个误算实在是太大了 我已经了解你的强大了 我已经没救了 但是你也不用这么残酷的方法杀死我吧 真是坏心眼 站立的龙卷 龙卷眼神犀利 感觉不到腾痛的肉块人偶在说什么 看我把你的本体给扯出来 大熊眼有些慌张 太让人头大了 要跟他战斗还太早了 这样的话 那就有一个办法了 大熊眼大叫着 大蛇大人救救我 请把这个女人给我干掉 大蛇 龙卷好像有些印象 好像是有这么个东西存在 虽然指挥是我 但是boss是怪人王 大蛇 就算是创造他的我本人 都无法衡量他的力量 他才是真正的怪物 这下你也完蛋了 龙卷 随着接下来的寂静 什么都没有发生 龙卷还故意在等着 大熊眼很是震惊 为什么 这太奇怪了 我明明培育他的时候 把他洗脑了 让他绝对无法违抗我的命令 是不是没功夫理你啊 说不定在跟哪个英雄战斗呢 其他S级虽然比不上我 但是好像也挺强的哦 龙卷打算杀了大熊眼 大熊眼很是慌张 等一下 先等一下 要不要先冷静的聊聊天 比起我的危机 还需要更紧接的强敌 不 这不可能 我这里可是有龙卷啊 他到底去哪里了 画面一转来到了怪人王 大蛇 在大蛇的上方 看着大蛇的 正是奇遇 大蛇出现 伴随着周边无数的蛇头 霸气无比 大蛇紧紧的盯着奇遇 奇遇想要谈判 我是住在这边的地上人 因为有噪音 让我很在意 所以我就散步就过来了 话还没说完 大蛇的触手已经攻击了过来 那个曾经让恶狼 都有些难斑的触手 大蛇说着 刚刚的冲击 我感觉很不一般 就过来看看 结果竟然连警戒列表都没有记载 会威胁我们预想之外的重要存在 如果不在这里消灭 会很危险 奇遇举起大蛇的触手 我们 也就是说 住在这里的果然是一个组织吗 我说啊 说什么威胁危险之类的话 从刚刚开始 受到各种袭击的 可是我啊 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 紧接着 大蛇的口中 喷出了巨大的激光炮 朝着奇遇发射 奇遇躲过 但是很是纳闷 怎么一直在攻击我 巨大的攻击 使得昏迷的波奇也醒了 大蛇大叫着 波奇 你还活着吗 把这个人类给杀了 波奇看到了奇遇的背影 以飞快的速度逃跑了 可恶 你这家伙 对波奇做了什么 打了一顿 看着自己批分烧焦了 奇遇有些生气 你竟敢把我的批分烧焦 这次不管怎么看 都是怪人 应该不用手下留情了 我要普通的揍你了 什么 你对波奇手下留情了 不 这不是虚张声势 我体内的怪人细胞 在躁动着 是吗 原来就是这个男人 那不可理解某物的真面目 豪杰 无功长老 还有地面上所流传的 无人皆的怪物 所有的原因 都不是怪人协会 也不是我 而是 这个男人 我已经很久没这么兴奋过了 怪人王 大蛇 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形态 身上的火焰不断的燃烧 仿佛是人形 但是背部跟头部 又有相当多的触角 跟舌头 看来 这里就是巅峰决战了 我对你很感兴趣 作为人类 就能达到生物强大的极致 到底会对我有多少作用 我稍微有点期待了 能否唤醒我模糊不清的自我 和情感呢 作为究极生命体的我 可以称为是人类的最大天敌 怪人王 大蛇 正当大蛇沉浸在自我的叙述的时候 齐宇打断了大蛇 够了够了 我反而对你完全不感兴趣 一个人在那里激动什么劲 那种自我介绍我已经听腻了 什么什么王 什么什么古代兵器 什么进化 什么全宇宙 我至今为止也跟像你一样的家伙 战斗过无数次了 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说的究极生命体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反正也是一拳就结束了 要来就来吧 我先说好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 大蛇一拳打过来 只见拳头化作无数个舌头 朝着齐宇攻击 齐宇轻松一拳 蛇头尽数全被打烂 有一次惊恐的大蛇 立马驱动了另外一只手 只见另外一只手 无数蛇头发射激光 只见蛇头联合的一击激光 仿佛洞穿了整个怪人协会 击中了齐宇 激光的余波 也让原子武士 绑鼓等人疲于抵挡 整个贼势已经翻转 所有的房屋已经尽数崩塌 山越颠覆 河海倒流 怪人协会的内部 已经被开了一个 看不到底的生动 在洞内奔跑的人 正是齐宇 齐宇越起 直接来到了怪人王的面前 瞬间来到了怪人王脸部的位置 怪人王用头顶的触手 攻击齐宇 效果甚微 齐宇打破触手 正当齐宇一拳打过去的时候 怪人王向上一跃 躲过了齐宇的一拳 对着齐宇 无数的蛇头 发射火焰激光炮 齐宇踩在掉落的岩石上 跳上去又是一拳 直接穿透怪人王大蛇的身体 大蛇直接被冻穿 大蛇死亡之际 头部还有一点点的意识 你刚刚到底做了什么 齐宇回答 普通一拳 这就是恐惧吗 怪人王 大蛇的尸体 坠入深渊 大九眼不断找着王大蛇 让王大蛇来救场 突然发现 王大蛇已经被干掉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手应该还没有走远 必须找到他 分析他的能力 制定对策 大九眼的分身 找到了齐宇 下一秒就被齐宇拍死了 大九眼的本体惊恶 那个光头到底是谁 大蛇 难道真的死了吗 光头 那可能是超合金黑光吧 现在你是担心别人的时候吗 龙卷扭动手指 随即打算干掉大九眼 大九眼说着 我认输 你放过我吧 要道歉的话 本人直接给我出来 可恶 大九眼打算拼死一波 地上的眼球浮空 无数颗眼球 对着龙卷攻击 下地狱的话 我也要你陪我一起 龙卷丝毫没有受伤 你那高雅 有细致的超能力用法 到底是谁教你的 只见大九眼的身体里面 仿佛有一个人形的东西被扯出来 难道你是吹雪的朋友吗 画面一转 吹雪冷汗直冒 吹雪感觉到了姐姐龙卷就在附近 他在用很强的超能力跟谁战斗 这种事情非常的少见 那个人居然会用这么多的超能力 邦古邦普有些疑惑 也就是说 敌人非常的强大吧 看来警戒的对手不仅仅只有恶狼啊 吹雪担心King会不会有事情 画面又来到了King King回想着 当初进入怪人协会的时候 吹雪提出 冰封两路 按照正常的想法 四人分组应该是两人一组 为什么就分出了我一个人呢 King一步一步小心的走着 算了 在可靠的英雄把敌人一扫而光 结束战斗之前 我就先隐藏自己的气息吧 把自己化身为五就好了 没错 我就是白云 我就是任何人都不会注意的微生物 下一秒 瓦钢麻突然出现在了King的后方 大叫着King 瓦钢麻大哭着 好可怕 我一直一个人在孤独的逃来逃去 其实那边 有怪人过来了 去干掉他 有King在就能放心了吧 你能背我到出口吗 King 正当瓦钢麻跑过去 想让King抱抱的时候 King的帝王引擎突然响起 恐怖的威压 让瓦钢麻在原地 不敢移动一步 King说着 那个 你最好不要管我威号 要是靠近的话 你就不应该选我 要选择其他英雄才是 你再怎么撒娇 都没有用的 如果对手是我的话 给予厚望 也没有用的 不如说 会陷入绝境 这位瓦钢麻正是另外一位怪人 变成的 在King的帝王引擎面前 极度的恐惧 已经难以维持原形 深沉的骨头刺进了自己的身体 死亡了 King看着变成一滩血水的怪人 非常的害怕 好可怕 奇遇 你在哪里 此时 原子武士的弟子三剑客 跟魔长发 已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持久战 此时 魔长发的头发 已经所剩无几 头发几乎就没有了 魔长发败北了 三剑客已经气喘吁吁 画面一转 来到了原子武士 轻松打败了杂鱼怪人 此时 出现在原子武士面前的 正是吉武 在下吉武 原子武士 你的数据 我就收下了 我已经完全复制了你的剑术 劝你最好乖乖受死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原子武士 下一秒跟吉武疯狂的对砍 原子武士有些兴奋 令人惊讶 最近的玩具都这么厉害了吗 看来要上网订购一个才行啊 还行吗 我可要提速咯 提速以后 吉武节节败退 吉武被砍碎 但是原子武士意识到 没有砍碎内核 原来这里面 还藏着什么坚硬的东西 吉武的内核跑掉了 原子武士表示 就交给地面上的其他英雄吧 他们也是挺能干的 那种即兴的团队协作 攻击力很强 画面来到了同地 带着瓦钢麻小心的前行着 同地负责把瓦钢麻带上地面 带上地面以后 就交给其他护卫 护送瓦钢麻 但是瓦钢麻听到 如果不是S级英雄护卫的话 我不要 同地表示 你也看到了 那些敌人非常的强大 我一伙还要回去支援 我很担心那些家伙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团队协作 如果现场没有人指挥的话 走着就快到出口了 瓦钢麻快速跑向出口 此时 BT熊也在跑着 后面有一位怪人 正在追着BT熊 这个小鬼给我站住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只是想要把你杀掉而已 没事 一下子就会结束的 这位怪人 正是龙级怪人 黑色精子 正当黑色精子追赶的时候 一道斩鸡 砍了过来 出现的正是原子武士 原子武士对战龙级黑色精子 同地把瓦钢麻送到地面以后 利用通信器通知其他S级英雄 救出作战成功 重复 救出作战成功 但是通信器却没有任何的回应 等了一会儿 江湿南率先回复 同地干得漂亮 甜心假面也回复了 坏人什么不算什么 我会继续执行任务 诸神回复了 辛苦了同地 没有什么异常 我现在正在消化 原子武士也回复了 这东西怎么一直在闪 我是原子武士 这里发现了一个小孩子 这是哪里 算了 我先去追吧 同地脸色阴沉 怎么回事 我是同地 有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是什么样子 通信器已经被切断了 同地看着瓦钢麻 怎么回事 除了你还有其他人质 难道说 你之前就知道吗 瓦钢麻哭泣着 我也想被救走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同地背上背包 准备回去一趟 泽金格尔阻止同地 你看起来已经非常的疲惫了 需要最优先的瓦钢麻军 已经救助完成了 就这样撤回 怎么样 泽金格尔的想法 被地面上的B级C级训斥 生命没有优劣之分 你到底懂不懂 西装男 画面来到了原子武士 黑金表示 突然就砍过来 你是在挑衅吗 我是冷酷无情 却又充满人情的原子武士 参上 是吗 你就是大胸眼说的原子武士 我看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等你好久了 你最好让我享受享受 原子武士表示 是吗 但是我并没有事情找你 黑金脸色阴沉 你这家伙 看不起我是吧 突然 黑金变成了一只 非常粗壮的手臂 总觉得是在暗示什么 一拳过去 手臂被原子武士砍断 这当原子武士得意洋洋的时候 你这种变形巨大的家伙 我都砍掉好几十只了 被原子武士砍断的手臂 变成了黑金的模样 你这家伙 原来是疯烈型吗 真是麻烦的类型 黑金表示 麻烦 你以为你能赢我吗 我是无数个我的集合体 不管你怎么砍 怎么撕扯 怎么殴打 都会不断的增值 此时 黑金封裂出了无数个脸 原子武士一刀砍过去 你才是笨蛋 无数个你 沐浴在我的无数个斩机中 就是我的胜利 那你来做做看啊 我会让你哭的哦 快点上啊 来啊来啊 下一秒 黑金被砍成了无数块 每一块都成长成了一个黑金 原子斩 原子武士把变成无数个的黑金 又砍成了无数个 瞬间 黑金变成了无数个平方个 无数个黑金 其中一个一拳 直接把原子武士打得吐血 什么 不仅仅是封裂 这家伙还具有很强大的力量 我低估了 不妙 这个数量 无数个黑金 无数发拳头 打在原子武士的身上 原子武士 砍穿地板 掉到了下面几层 打算逃走吗 真是丢人啊 紧接着 无数个黑金追了上去 对着跳下来的黑金 原子武士 发动绝招 曾经 我也跟一个 我的刀刃无效的宇宙人战斗过 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在考虑了 单纯只是设想 把斩机的次数跟速度 在此之上 增加到更高的层次 然后再把范围 变得比原来更加的狭窄 通过此方法 来提高刀刃斩机的密度 将斩机集中到一起 把你这样的怪人 斩杀的绝技 化为尘埃吧 原子 集中斩 直接斩机的密度非常的高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无数黑金 化为尘埃 掉落地面的原子武士很累 手腕已经多少年没有疼过了 看来 这不是乱用的技能啊 还有那个孩子 原子武士跳到了原来的楼层 原子武士刚跳出来 黑金的拳头早就准备好了 我的本体还在这里呢 还真是多谢了 来自我身体里面那一部分的弃子 可恶 来不及了 一拳重重的打在了原子武士的脸上 原子武士的斩机 砍中了黑金 但是并没有发挥出 集中斩的真正威力 黑金分裂成了无数块 有的黑金在唱歌 有的在跳舞 有的在嘲笑原子武士 大拥眼的家伙没少分析啊 对你来说 我的相信是最可怕的吧 黑金重重的一拳 打在了原子武士的脸上 原子武士砍断天花板 石块掉落 引发震动 无数石块砸在了无数黑金的身上 画面来到了僵尸男 僵尸男感觉到了震动 这个震动是怎么回事 真是好在意战况啊 正当僵尸男思考的时候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了僵尸男的背后 你就那么好奇吗 关于其他英雄的死法 僵尸男震惊 正准备回头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干掉了 只见一发巨大的光球 直接废了僵尸男 灾害等级龙 流浪帝 这样的死法 怎么样 来不及反抗瞬间被杀死 这就是英雄的陌路吗 这未免也太简单了吧 我在英雄协会主页上看到了 你们S级英雄一共17位吧 看来我一个人就足够把你们全部杀死了 流浪帝的周围围绕着无数发光球 僵尸男并没有死 这是自然 毕竟是不死的存在 拿着斧头对着流浪帝砍过去 流浪帝的手指摆出了手枪的姿势 只见食指的指尖 一发激光发射 僵尸男手臂连着头部 直接被轰飞 已经不完整的僵尸男 居然不知道从哪里一发子弹 对着流浪帝发射 但是被流浪帝的光球挡住 如今僵尸男的样子已经惨不忍睹 这么近的距离都被防住了吗 这怎么可能 这明明是我隐藏的杀招 只见僵尸男的手用力搓进了自己的腹部 拿出了一支枪 正准备攻击的时候 流浪帝的无数发光球已经袭击了过来 爆炸四起 墙壁瞬间崩塌 烟雾散去的时候 只见烟雾中仿佛有了一个人影 已经只剩下点残骸的僵尸男 在慢慢的恢复 流浪帝也有些惊讶 不愧是顶尖的英雄 即便死去也没有倒下 真是厉害啊 慢慢恢复的僵尸男提出了疑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看不出你那违反规则一般的攻击 到底是什么 这个人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真是惊人啊 怪不得叫你僵尸超人 原来所谓的不死身 并非是单纯的比喻 你知道吗 这个光能量的秘密 流浪帝的手中出现了一个光球 好吧 我就把得到这个力量的方法告诉你吧 直到一个月以前 我还是每天过着露宿街头的生活 我丢了工作 被房东赶出来 脱离的人类社会 成为了一个脱离世俗之人 在新人的幻影会上 上司让我跳螺舞 第二天 我就因为性骚扰被解雇了 当我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 对上司的怨恨变得无所谓了 大地比所有的建筑物都要庞大 天空比任何的照明物都要明亮 人类也不过是被地球这个巨大存在所包裹的渺小生物罢了 我的居所可是比豪宅更广阔的地球 我醒悟了 擅自脱离地球母星构建的生态系统 在自己创造的规则中 以自我为中心繁荣起来的人类 是多么的愚蠢 我居然受到了这些愚蠢家伙的下等对待 这一现实令我无法接受 为了身心都能从人类以浅薄的知识 创建的这个丑陋的世界中脱离 回归自然 实现与地球母亲的共存 除了死亡别无他选 就在这个时候 神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你是正确的 人类才是愚蠢的 但是你没有必要死 我来赋予你力量吧 你应该知道 应该如何使用这份力量 流浪帝说着 所以这份力量就是神赐予我的神通力 而我被选上的理由 自然是因为我知道答案 愚蠢的人类对于这个星球来说 是有害的存在 现在就是我亲手将这一存在彻底破坏的时刻 僵尸男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恢复 选择拖延时间 为什么你知道那家伙是神 难道他有身份证吗 对呀 你没有必要相信神 闲话到此为止 以死为你过分的傲慢赎罪 然后回归于这颗星球吧 流浪帝的周边光球四起 攻击僵尸男 基地不断的震动 画面来到了奇遇 奇遇很是担心 这基地还好吧 不会毁掉了我的家吧 天心甲面通过杂鱼怪人 找到了怪人细胞的培养基地 直接毁灭了制造怪人细胞的仪器 破坏完仪器以后 天心甲面突然感觉到走廊的尽头 好像有着什么 只见一个人快速地攻击过来 肉搏战 天心甲面自然是很有自信 正当天心甲面打算攻击的时候 看见了这位怪人的脸 只见天心甲面不断地承受攻击 麻烦了 这下麻烦了 就算是我 也没有办法战胜他 我这个眉清目秀 聪明才智 勇猛无敌 完美的英雄 天心甲面都赢不了 出现的怪人正是 丑陋的大总统 灾害等级 龙 可恶 这家伙是个丑陋怪 偶尔会出现的怪人的一种 丑陋怪物 是指那些因为外表 产生各种的社会纠纷 导致憎恨的情绪堆积 内心被黑暗吞噬成为怪人 这类怪人我无法战胜 因为 我在看到极度丑陋的家伙的时候 身体就会颤抖 无法动弹 画面来到了猪神 所有的怪人都被猪神吃掉了 正当猪神消化的时候 在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怪人 直接一口把猪神吞了下去 这位怪人正是龙级怪人 牙龈 把猪神吞进去以后 牙龈痛苦不已 直接把猪神吐了出来 紧接着 猪神眼睛冒光 双方都想把对方吞噬 此时 三剑客正在追击一名杂鱼怪人 杂鱼怪人来到了一个房间 只看见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水槽 水槽里面有鱼 还有类似眼睛一样的东西 这水槽中的东西 连大胸眼都感到棘手 即便在怪人协会中 也是非常难以琢磨的家伙 但是他 凭借着自身的强大成为了干部 说完 杂鱼怪人推倒了水槽 水洒在了地上 杂鱼怪人瞬间被鱼攻击 但是这些鱼只是轨迹灾害 杂鱼怪人紧接着被水包围 直接被吞噬 灾害等级龙级 邪恶的天然水 三剑客陷入绝境 师父还没有教过斩水的方法 画面又来到了性感囚犯 性感囚犯此时 在岩石中自游泳 追击喵喵 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房间 一个人正被锁在墙上 并惊一看 此人正是恶狼 恶狼已经伤痕累累 跟大蛇的一战受了重伤 性感囚犯看到有人被锁着 当然第一时间是救人 靠近以后 性感囚犯发现了 此人正是恶狼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恶狼扯下锁链 数拳直接打在了性感囚犯的身上 性感囚犯单膝跪地 立刻就用了钢毛盔甲防御 但是性感囚犯却站不起来 看着解放的恶狼 我唤醒了一个极度危险的男人 齐狼还在怪人协会漫无目的地走着 毕竟齐狼已经干掉了王大蛇 此时弗莱士听见了有脚步声 体重大概在70公斤左右 这个气息不在召集英雄的成员中 恐怕是个人形怪人 在转角埋伏的弗莱士 打算快速解决掉这个怪人 一秒就足够了 取你手机 弗莱士的攻击对象正是齐狼 弗莱士飞快地攻击 齐狼轻松躲过 齐狼一脸愤怒 你搞什么 弗莱士看到齐狼的脸 想起来了 此人正是以前来过英雄协会 魔鬼改造人的跟班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的反应速度是怎么回事 我的攻击被躲过了 英雄里面有跟我同一速度的家伙吗 难道这是侥幸 弗莱士脸色阴沉 打算再试一次 到底是不是侥幸躲过我的攻击 闪光斩 直接被齐狼两个手指头 拿住了弗莱士的剑 既然你攻击过来了 那么你也是怪人吧 正当齐狼准备朝着弗莱士来上一拳的时候 弗莱士冷看直冒 等一下 你好好看看我 哪里是怪人 我是英雄 闪光的弗莱士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攻击我 弗莱士表示 我刚刚手滑了 这种理由 估计也只有齐狱能接受吧 齐狱看穿了弗莱士的闪光斩 询问S级英雄为什么会在这里 跟这里吵闹的骚动有关系吗 弗莱士表示 你来到了怪人协会的基地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这里都是非常凶险的怪人 你还是回去吧 齐狱表示 怪人协会 怎么会这样 我的家就在这个镇上方 弗莱士有些惊讶 你居然居住在被怪人占领的无人街 这应该不是人类能够生活的环境吧 怪人什么的出现 打倒不就好了吗 主要是住的便宜啊 弗莱士看着齐狱 时刻保持着警戒状态吗 果然不一般 不好意思 我刚刚稍微试探了你一下 这是我难以戒掉的坏习惯 虽然我刚刚放了很多水 你依然能够挡住我的闪光盏 这让我非常的惊讶 不过 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尽早回去为好 你的成长路线很是不错 但是以你目前的级别 远远够不上这场战斗 这里的敌人基本都达到了轨迹以上 我还遇到了相当于龙级的对手 齐狱表示 那种我完全没有问题 不要自以为是 还没有报告说敌方的boss已经被讨伐 这家伙才是最大的未知数 也是最危险的存在 怪人协会的boss 名为怪人王 大蛇 你还是继续努力修行吧 你今天的任务 就是把这里交给我 然后安全的回到地面上去 弗莱斯要是知道怪人王大蛇 被齐狱一拳解决 我都想象不出他是什么样的表情 齐狱似懂非懂 我在这地下走了许久 都快迷路了 只要跟着你就能找到敌人了是吧 我跟着你 拜托你带路了 弗莱斯很是愤怒 可恶 这家伙在小看我 我先说在前头 我可没打算保护你 要是真的出现强大的敌人的话 说不定你会被卷入激烈的战斗 接下来可没有生命保障啊 完全OK 齐狱这么强大 这是自然 弗莱斯完全没有想带着齐狱的意思 真麻烦 跑得快一点 把他甩掉吧 弗莱斯紧接着飞快地奔跑 齐狱紧跟其后 好 走吧 怎么会 这不是我的错觉吧 他在用异于常人的角力跟我一起跑 事情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复杂了 弗莱斯看着紧跟其后的齐狱想着 齐狱看着弗莱斯好像走了重步的路 你是不是迷路了 画面一转 地面上的这些C级跟B级英雄 正在处理地底跑出来的杂鱼怪人 此时 在远处有一名怪人走过来 C级跟B级一起攻击 没有作用 这名怪人 正是龙级怪人 喵喵 这次的英雄真是弱啊 来跟我玩耍一下吧 给我消除压力吧 看来喵喵是被前面的齐狱吓到了 眨眼之间 喵喵已经来到了这些B级C级的中心 瞬间秒杀了一大堆英雄 我是怪人协会的干部 虽然这么说 我已经不干了 跟大熊眼说的一样 英雄协会的战力真是薄弱 虽然地下那个家伙是特别的 说的正是其余 逃走到这里真是来对了 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遵循怪人的欲望行动了 我最喜欢把玩具玩到坏了 那不是作为人质的小孩子吗 成功被救出来了吗 很不错啊 接下来游戏的主题是 我要在你们的面前把这个孩子撕成碎片 一位胖子英雄 带着瓦钢麻逃走 其他英雄挡住喵喵 这里的英雄都是B级跟C级的英雄 战斗结果可想而知 喵喵几下就干掉了这些英雄 追上了胖子带着逃走的瓦钢麻 此时有一名C级英雄爆发出了强大的超能力 大楼瞬间崩塌 对着喵喵砸过去 但是喵喵几毫米的缝隙都能穿过去 喵喵干掉了胖子英雄 来到了瓦钢麻的面前 喵喵跟那个英雄撕成碎片的时候 一发飞轮一样的武器攻击了过来 飞轮变化形态直接变成了驱动骑士 看见S级英雄驱动骑士的出现 大家仿佛都松了一口气 战术变形 香车 只见驱动骑士变成了一部机车的模样 不断朝着喵喵攻击 飞快的速度 一圈一圈 把喵喵的活动范围不断的缩小 机车产生的烟雾居然有毒 喵喵意识到以后赶忙钻进了地面 机车的攻击落空 喵喵想着 完全预测不到会出现什么 面对那种对手 失败了也挺没劲的 撤退吧 当喵喵不断向地下前进的时候 这地下居然有酸 喵喵被酸腐蚀赶快逃出了地面 紧接着 机车的周边竖发导弹对着喵喵发射 喵喵下一秒 直接出现在了驱动骑士的面前 准备攻击 驱动骑士再次变形 跪马 只见驱动骑士变成了马的形状 后踢直接踢飞了喵喵 麻醉气体没有效果吗 那真是太遗憾了 战术变形 飞车 放弃捕捉的想法吧 驱动骑士飞快地来到了喵喵的上方 又再次变形 仿佛变成了机甲的形状 一发巨大的拳头 击中了喵喵 重重地垂到了地面 地面快速地裂嗨 但是这一拳没有打到的触感 装甲的内部检测到了生命体的反应 喵喵已经进入了驱动骑士的体内 在体内来了一发猫法 下一秒 只见驱动骑士把零件全部封散 喵喵迅速逃出 喵喵脸色愤怒 恢复原形了吗 你放过了最好的获胜机会 同样的手段不会再有用了 就在刚刚 我决定要杀了你 只见喵喵的指甲变得很长 肩膀处有两个大大的尖角伸出 驱动骑士战术变形 惊 喵喵爪子用力一挥 周边的房屋地面瞬间被切割 驱动骑士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形态 仿佛一层坚不可摧的铠甲装备在了身上 喵喵决定了 我要从你的眼睛或者嘴巴的空隙侵入 然后挠你的肉体部分 你会发出怎样的惨叫呢 喵喵速度飞快 即便是驱动骑士战术变形精的模式 也只能疲于提挡 捕捉不到喵喵的速度 喵喵抓住时机 直接入侵了驱动骑士的内部 喵喵在驱动骑士的内部不断的破坏 不管是装甲 还是力量 还是速度 不管你强化了多少 这样的话 就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 那么接下来 我要开始对你的身体进行猫伐了 只见驱动骑士浑身精光 战术变形精的真正特色 是他的热度 浑身发热的驱动骑士 喵喵在里面已经被烤焦 赶忙想要逃跑 被驱动骑士抓住 手中一发长长的刀刃 刺穿了喵喵 喵喵彻底败北 尸体被驱动骑士回收 泽金格尔感叹着 太棒了 S金英雄实在是太强大了 驱动骑士表示 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那个家伙很强大 就算正面攻击使出必杀技 也很难打中他 这个敌人又大意又傲慢 还有我提前收集了敌人的数据 我稍微观察了一下 B级C级跟喵喵的战斗 泽金格尔问驱动骑士 之前没有联络我们 你一直在干什么 自从两天前 你提前突袭之后 就没有了任何的消息 我们都以为你被干掉了 驱动骑士的手中展现信息 我在悄悄地调查敌人的情报 这些都是轨迹以上的怪人 还有作为干部的 容级怪人的名字 特征 以及战斗风格 我拷问了几个怪人 花费了点时间 本来希望能够在 其他英雄突入之前 交给你们 但是考虑到 有可能被叛徒监听的危险 所以没有跟你们联系 泽金格尔惊恶 叛徒 你有什么消息吗 驱动骑士先了解了 英雄这边的势力 现在的情况是 背心尊者 跟金属球棒 还有很多A级英雄 因为恶狼 还有怪人 变得无法战斗 驱动骑士表示 并没有能够应对 新的紧急事态的实力者 英雄协会 人手不足对吧 警犬侠现在 也没有在本部是吧 泽金格尔表示 如果趁着这个空隙 就算怪人攻击过来 协会本部 也有金属骑士设定的 迎击系统 金属骑士说过 对怪人的迎击系统 有绝对的信心 驱动骑士说着 那毕竟是他做的东西 在你们真的信赖 那种话的时候 就已经半只脚 陷入陷阱了 无人机金属骑士 前几天在基地内部 被大蛇分解了 这就是决战前 拥有数据流出 最坏的场所跟时机 波佛伊能够连接 附数个机器人 让他们自动操作 在现场的数据 能在兵器之间传送 金属骑士波佛伊 最重要的机器之一 不应该那么简单 就被掳走 就像是他把拥有的兵器情报 作为礼物 送给怪人协会一样 驱动骑士表示 如果是波佛伊博士 主要的机器之一 金属骑士 是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掳走的 如果怪人协会 已经对金属骑士的 机体数据解析 并且吸收了 或者黑进了情报系统的话 那么怪人协会 就获得了机器人兵器的指挥权 这样一来 英雄协会总部的防御系统 跟迎击系统 就会变成毫无用处的大垃圾 不仅如此 有可能波佛伊博士 拥有的导弹发射开关 跟无人爆破机密码 敌人都有可能知道了 泽金格尔金啊 什么 你说他是经过计算 故意输给大蛇的吗 他做这种事情到底要干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等待 等待英雄协会战力削弱的瞬间 他是个坏人 应该是想这么发展下去 提升个人的军事力 然后去攻击全世界吧 所以 英雄协会就成为了绊脚石 这只是能告诉一部分人的情报 面对驱动骑士的阐述 泽金格尔还是不敢相信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驱动骑士表示 如果接下来英雄协会总部 受到袭击的话 你认为第一位爆破会有动作吗 不 我不认为 我的理解 现在的他已经算是隐退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 的确非常的糟糕 我要先联络本部 强化警备才行 正当泽金格尔打电话联系的时候 一发激光 直接把泽金格尔的手给干没了 攻击的正是机器人 机神 机武 泽金格尔请求驱动骑士 赶快干掉这个机器人 但是驱动骑士 现在已经无法行动了 数十个小时连续运转 再加上先前的战斗 战斗能量已经全部用光了 破烂的机武 一步一步走过来 C级跟B级已经全部被打倒 机武很聪明 他在出现前已经确认了喵喵 把地面上的英雄基本都干掉了 机武退去外壳 出现的是一个小型机器人 跟以前的集思的内核一模一样 小型机器人一拳打过来的兽 在泽金格尔的脑中只有绝望 这个兽 改造过后的杰诺斯闪亮登场 超强的助推 重重的一脚 踢在了小型机器人的头上 小型机器人直接被踢成了两半 原地爆炸 杰诺斯了解了一下现在的情况 带着倒下的C级跟B级 所有人员撤退 瞬间追上了瓦钢马等人 也带着他们一起撤退 逃出以后 泽金格尔联系了西奇 瓦钢马已经被救出 接下来伤者由护送车 送回本部 准备好医疗班 支援队伍全灭了 杰诺斯看着驱动骑士手上的怪人还活着 打算解决 驱动骑士表示 助手 我打算把他解剖研究 作为生物模拟兵器的参考 你也明白吧 我们如果想要变得更加的强大 就要研究学习未知的生态 至今为止 人们已经参考了动物或者昆虫 来发展各种各样的技术 就算对象是怪人 只要能够对正义有用 那就应该被作为材料 喵喵还活着 听到驱动骑士的话 这都什么呀 早知道绝对不能跟这些家伙对战 有异拳能打败干部的人存在 也有要解剖干部 把干部作为道具的人存在 杰诺斯听到异拳解决干部的存在 非常肯定 其余老师已经参战了 那么自然自己也要参战 则进格尔把驱动骑士收集的情报 给了杰诺斯 杰诺斯准备出发参战 瓦钢麻还是交给了那个C级的胖子 外面一转 性感囚犯被一拳打飞 口吐鲜血 意识模糊 可恶 没有想到我居然被单方面的干掉了 站不起来了 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但是你估计不会等我吧 到此为止了 再见了 我的男朋友们 黑光来到了被打倒的性感囚犯的身旁 谁干的 性感囚犯先生 恶狼 恶狼出现了 我输了 但是我也变得更强了 黑光脸色阴沉 看着被破坏的墙壁镜头 英雄狩猎嘛 性感囚犯提醒黑光 比想象中的更加的强大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十几岁的少年 这是个即使是S级英雄 都很难战胜的对手 即使在力量上拥有绝对优势的黑光先生 想要从正面面对他 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作为S级最弱的我 说出来可能没有什么说服力 至少你要清楚 这是一个连我性感囚犯都无法伤到一根毫毛的敌人 黑光的肌肉 黑的发光 我知道了 我会替你把恶狼打得粉身碎骨的 来吧 会是我超合金黑光 全输出功力的对手吗 恶狼对战 超合金黑光 战斗一触即发 此时的同弟根据通信器的位置在寻找着原子武士 想要寻找到另外一个孩子 如今的同弟已经没有了最终的兵器 同弟发现了被打倒的三剑客 同弟上前还有脉搏 但是这是重伤啊 正当同弟检查三剑客的伤势的时候 一发水波攻击了过来 同弟脸色惊恐 勉强躲过 同弟背包的武器展开 聚合安提醒同弟 赶快跑 这可是干部 同弟看着这一坨水 这是灾害等级龙吗 怎么感觉跟凤凰男比起来还要弱呢 水中的鱼 下一秒冲过去啃食同弟的武器 这是操作鱼的能力吗 不对 这些鱼只是跟水共生罢了 从聚合安刀的切口来看 应该是类似于拆迁工程中使用的水压枪的攻击 一旦碰到这个水就麻烦了 这点绝对要回避 如果是正常战斗的话 的确是一个危险的生物 好在你遇到的是我 只见同弟的背包零件飞出 变成了一个类似雪人的机器人 急速冷冻攻击 从雪人机器人的口中 喷出了冷冻气体 把天然水冰冻 果然 这家伙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调节温度 虽然没有预料到会碰到这样的敌人 但是我制造的武器的确派上了用场 这个时候 毒尼水母居然出现了 天然水直接把毒尼水母的水分吸收 此时的同弟意识到 不对 目标不是水分 而是油分 油的凝固点比水要低得多 所以更难被冻住 看来无论是怪人还是英雄 学好树里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此时的天然水已经突破了冰冻的束缚 一击水压枪击中了同弟的大腿 同弟背后的武器已经支离破碎 同弟的大腿也受伤 已经站不起来了 画面来到了杰诺斯 杰诺斯正在查看驱动骑士的数据 龙击怪人的强大 恐怕在S级当中能对付的只有龙卷跟King 黑色精子能够自由地分裂增值 各个疯猎体拥有自我意识 每一只都有很高的战斗能力 流浪地 用神秘的光能量引发大爆炸 普通人级别的身体能力 牙龈 拥有无限的食欲 用能够咬合重机械的咬合力 把目标吃到胃里 邪恶的天然水 对敌意和憎恨之类的负面情感 有反映的液体生命 丑陋的大总统 拥有强大的肉体跟残虐性 过度成长的波奇 用敏捷的跑动捕捉猎物 愤怒的时候会吐出焦热蛋 大总眼会使用各种的超能力 怪人王 大蛇 怪人协会的boss 操纵脚 贯穿敌人 怪人细胞持有者 杰诺斯了解了这些信息 没有什么特别要考虑的 也有可能 这些怪人已经被奇遇老师全部干掉了 此时奇遇跟弗莱士已经迷路了 到处瞎转 奇遇也不认识路 弗莱士说 那就闭上嘴 碰到怪人 就让他带着我们去找怪人王大蛇就行了 奇遇表示 不需要跟其他英雄联系吗 我把通信息弄丢了 再说我也不需要援助 其他S级英雄也不是那么容易输掉的 成为S级都有理由 在英雄协会刚成立的时候 只有ABC三个阶级 但是英雄协会突然发现了 一直排名很高的几个人联手 都好不容易打败的敌人 正是鬼及怪人 当时能够单独以他们对抗的存在 金属球棒 C级的223位 很不可思议 他们对自己的排名不是很在意 当时的警犬侠 C级301位 当时的黑光 C级383位 当时的银色獠牙 B级77位 综合成绩来看 一点一点在进行英雄活动 所以一直在常驻高位之下 而被埋没了 这样判断下去 很难确保稀有的才能被发现 协会决定 为拥有特化的战斗能力 个人战力相当于国家师团军队的英雄 准备了另外的分级 也就是称为S级英雄 很多人抱着飞黄腾达的野心 来尝试英雄职业 他们的目标是A级的最高位 而不是S级 那是连猛将也认同的 对世间普遍的共同认知 但是如今的S级 正在逐渐的崩坏 这是曾经以最强为目标的男人们 充满敬畏的表达 认同了那些存在 不会被任何干涉动摇 但是这一次的对手 画面停留在了已经遍地鳞伤的诛神 每天都要吃光100人份的食量 在肥胖界被称为活着的传说的男人 诛神 厚厚的皮下脂肪 能够吸收各种的攻击 刀具跟火力武器都无法接触到内脏 所以没有办法给予致命伤害 如果只是受伤的话 脂肪的能量所带来的自然治愈 能够让伤口快速地恢复 常年累月的进食各种动植物 和怪人的肉体 已经对毒产生了耐性 那具肉体没有死角 不管是面对它的怪人 抵抗多么的激烈 都会被那具肉体逼到绝境 最终被整个吞到肚子里面 这就是S级第十位 诛神 如今诛神的半个身子 已经被牙龈吃了进去 苦苦地挣扎着 也挣脱不开牙龈的大嘴 诛神恐怕自己都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被吃掉 S级第四位原子武士 黑金已经分裂成了很多 把天花板破坏砸我 你别把我看扁了啊 大叔 只见黑金粗壮的手臂 捏着原子武士的小辫子 原子武士浑身是血 还有小黑金 在把玩原子武士的刀 S级第八位 僵尸男 还剩下什么呢 已经不能用语言来描述了 流浪帝说 怎么了 S级 不再复活了吗 还是说 已经办不到了 S级第六位 铜帝 现在被天然水困在水中 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呼吸 铜帝 也陷入了绝望 药瓶也没有用吗 道具都用完了 现在正是冒出力转灵感的时候 快思考 我可是天才啊 可恶 糖分不够了 同地思考的时候 容易缺糖分 所以喜欢吃棒棒糖 S级十七位 性感囚犯 休息了一会儿 勉强能到站起来的地步 A级第一位 甜心假面 面色惊恐 甜心假面估计没有这么窝囊过 来到怪人协会前还吹嘘 S级都要听他的指挥 到头来还是这个样子 看着丑陋的大总统一步一步的逼近 别过来 你这个丑陋无比的脸 别过来啊 你这个丑陋的怪物 A级 二 三 四位 也就是三剑客 已经被天然水打到重伤 这些顶级英雄 也只是人类社会 才会被看作怪物 英雄协会今天第一次 接触到了真正怪物的集团 做好死亡的准备 这是跟得到了非人力量的人们 原本无缘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S级 他们并没有做好死亡的觉悟 画面停留在了奄奄一息的僵尸男 原子武士 以及诛神 诛神挣扎着 想要逃出牙龈的嘴中 同地仿佛已经吐出了 最后的一口气 天心假面 还在疯狂的逃窜 甚至跪在了地上逃窜 他们的脑海中 浮现了忘却已久的恐惧 但是在那之中 龙卷却带着跟平时一样的从容 来到了敌方的司令塔 S级的第二位 战力的龙卷 看着大熊烟体内 一个人形的东西被扯出 这是本体吗 不是啊 这也只是普通的肉块 这原来只是故弄玄熙的演技 此时 操作大熊烟真正的幕后主使 看着这一切 大熊烟散落在地上的眼睛 都能看到这一切 这个人形的玩具 是为了更好的操作大熊烟 才放进去的 但是没有想到 龙卷把这耐久性巨大的肉壁 直接给撕裂 果然 我没有直接进去操作人偶是正确的 不愧是连自己的妹妹都畏惧的实力者 其他S级都能靠着相信去对付 但是只有这个龙卷是最难解决的 让我绞尽脑汁 话说回来 如果让流浪帝跟黑色金子一起上的话 不管什么样的家伙都能杀死吧 把级别龙级的聚在一起 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但是 这个怪人协会 却奇迹般的拥有各种凶恶的成员 首先等干部怪人们 把各自的目标英雄干掉 然后用心灵感应给他们指示 把这个家伙包围起来 而我就在这更深的地下 观看到最后 就连怪人们都不知道 真正的我到底在哪里 这样就好 我会继续寻找新的傀儡 因为真正的支配者 是不会出现在表面的 幕后主使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看这个仙仙玉手 拿着红酒 看这个瓜子小脸 戴着眼镜 看这个身材 杨柳细腰 风韵饱满 没错 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士 跟吹雪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全世界都畏惧不明真身的新的怪人王 我会作为改革世界的人 而永远被流传下去 作为这个目标的基石 首先你去死吧 龙卷 这个时候 龙卷通过超能力 发现了幕后主使 找到你了 你原来在这里 被找到了 这怎么可能 我可是在1500米的地下 这可是设置了数个中转点 才终于让我的意念 能够传达的呀 他怎么可能找到我的位置 可恶 我被看到了 难道说 他是从大中眼人偶上 泄露出的微小意念 感知到我的吗 龙卷双手向下一指 准备把幕后主使 从地底上拉出来 幕后主使被束缚住了 可恶 干部 有没有干部 不管是谁都行 有没有能打乱龙卷注意力的家伙 波奇应该能够自由行动 而且应该能立刻赶到 波奇 波奇你听得到吗 立刻出动 把龙卷拖住 波奇现在对战的正是 绑鼓绑谱以及吹雪 波奇的焦热弹 被吹雪的防护罩挡下 吹雪不知道有多少话没有出现了 再次看到吹雪的身材 不得不说一句 真的吧 紧接着 波奇又是几发焦热弹 吹雪等人躲过 吹雪等人躲到角落 波奇四处释放着焦热弹 可恶 真是乱来的小狗 虽然已经受过伤了 吹雪冷汗直冒 这是前所未有级别的怪物 怎么办 这恐怕是怪人协会的最强之一 现在的他很是虚弱 这是击溃他的好时机 吹雪的头都大了 果然不能跟Tim分开 正当邦古邦普商量战术的时候 波奇找到了他们 正面给他们来了一发焦热弹 邦古邦普没有受伤 但是吹雪已经流血了 如果没有我刚刚的防御 你们灰都不剩了 但是我已经不行了 下次就防不住了 此时波奇的一发焦热弹 已经准备就绪 马上就要攻击了过来 吹雪绝望了 已经逃不掉了 大家抱歉了 吹雪的脑海中回想起新的吹雪组 里面有奇遇 杰诺斯 邦古 邦普 迎接了强化的新成员 正要组建队伍的时候 队长却不在了 吹雪跟邦古邦普说着 我会再次设置屏障 我给你们进行了肉体强化 现在的你们应该能跑得更快了 但是 这只是暂时的 果然 邦古邦普表示 膝盖跟腰都不疼了 波奇的焦热弹 已经攻击了过来 吹雪让他们快跑 只见邦古邦普 施展武术 轻松改变了焦热弹的轨道 谢了 小姑娘 拳头 恢复了锐度 旋风 流水 焦牙龙杀拳 只见邦古邦普一人一边 疯狂对着波奇连打 最后 波奇被踢飞 吹雪惊恶 打倒了吗 墙也得有个限度吧 他哥哥又是什么人 他不是英雄吧 怎么也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我难道挖掘了不得了的素材 不能放走他们 一定要让他们加入吹雪组 你是叫邦普是吧 我有一件事情忘记说了 现在加入吹雪组 就会送三公斤的特选牛肉礼盒 波奇听到了 立马就站起来了 很快啊 邦古邦普脸色震惊 他怎么还活蹦乱跳的 可恶 就不能乖乖坐下吗 当波奇听到坐下这个词的时候 其余的阴影 很显然还没有散去 已经乖乖坐下了 邦普看着 那可是傲义啊 打无功长老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都快没有自信了 此时龙卷感受到了吹雪使用能力 明明不让他过来的 可恶 回去一定要严厉的说说泽金格尔才行 此时 其余跟弗莱士 已经找到了带路的怪人 坐着过山车一样的东西 很是快乐 突然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边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子 怪人们在辛勤的劳作 搞金子 这就是怪人协会的资金来源吧 其余看着金子 眼睛都瞪大了不少 其余弗莱士 瞬间解决掉了这些怪人 其余也顺便去搞了几代金子 毕竟租房子都没有钱的男人 金子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时候 小车的轨道突然断裂了 冲过去的时候 这名带路的怪人掉下去了 其余为了把他抓回来 金子就这样掉下了悬崖 接下来的路程 其余都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怪人协会的幕后主使 名字叫做塞克斯 塞克斯吃下了一瓶药水一样的东西 放手一搏吧 你们以为我为了这一天准备了多久 吃下药水的塞克斯 显得有些痛苦 过了一会儿以后 塞克斯的眼神犀利 仿佛放出雷电一般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大熊也无法比拟的 我塞克斯大人的超能力吧 塞克斯 灾害等级 龙级 此时的恶狼已经对上了黑光 双方自在疯狂的连打 恶狼的竖发拳头 狠狠的打在了黑光的身上 但是效果并不大 黑光用力 肌肉直接弹开了恶狼 紧接着黑光的一发猛难冲撞 恶狼被打飞 多说了 无论你速度再快 出招再多 都是徒劳 在锻炼过的肌肉面前 都是没有用的 话还没说完 恶狼的攻击已经攻击了过来 一拳 恶狼又被打飞 此时的恶狼完全不是黑光的对手 怪人的过家讲 结束了 此时恶狼恢复了神志 什么 你是超合金黑光 这是哪里 我本来应该在跟大蛇对战的 那个怪物去哪里了 那个小鬼成功的逃跑了吗 不好意思 看来我在沉睡的期间 你一直在用你的小拳拳在捶我呢 不过 咱的睡相的确不是特别好 竟然还能让你产生自己赢了的错觉 真是抱歉了 真是好无力的借口 恶狼对战黑光 再开 黑光一击中拳 恶狼躲过 在躲过的同时 一脚直接踢飞了黑光 紧接着 对着在地上的黑光 又是一脚 黑光 要是打倒了你 我的攻击力 就能得到充分的证明 黑光 旋转 跳跃 起身 的确 全身肌肉的协调性 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现在才开始呢 这么好的肌肉 在怪人协会腐烂 太可惜了 英雄协会里面的健身房 都是最佳的设备 如果你能够痛改前非 重新锻炼肌肉的话 说不定 你也能成为一名英雄 恶狼很是愤怒 想起大熊眼也是这样 我会把你培养成最强的怪人 可恶 不论是怪人协会 还是英雄协会 今晚都要被我消灭掉 安心的去死吧 黑光爆发肌肉 只见肌肉仿佛大了数倍 倾金爆起 那么就让我黑光 来阻止你吧 黑光直接冲了过来 扛下这招会死 要架开招式吗 正当恶狼思考的时候 恶狼硬吃了黑光的这招 但是并没有挡下 恶狼身体里的肋骨 已经全部裂开 黑光攻击的地方 已经成为了一滩废墟 之前想要体验一下神迹 就跟银色獠牙先生切磋 虽然多半是我强制性挑起了决斗 但是我被教训的很惨 不过虽然我也没受什么伤 可我的攻击都被他避开了 因为有经验 所以我才能明白 恶狼 你还是太嫩了 你迄今为止的胜利 都是你运气好罢了 原子武士 还有龙卷 弗莱士 跟King 都不是好惹的 跟他们打的话 你估计连磨练以后的技能 都来不及施展 就死了吧 我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英雄狩猎的 不过你好歹也认清自己 恶狼 从废墟中爬了起来 挤发石头 攻击黑光 并没有起作用 真是厉害啊 毫无愧疚的使用暴力 无论是谁 都会赢吧 要点就在于要抛弃温柔 恶心 伪善的我想吐 恶狼想起了八位英雄 那个时候攻击小屋 自己明明告诉他们 小屋里面有孩子 在做善事的立场 就会充满力量吗 你们这些英雄都是狗屎 被狗屎一般的民众追捧 我可管不了 但是正因为如此 我才要战斗 赌上这条性命战斗 你可结束不了 这场怪人的过家战 恶狼攻击了过去 黑光有些惊讶 这么重的伤 还能动吗 画面来到了奇遇 跟弗莱士 奇遇的批分 被怪人搞了一个大洞 回去让杰诺斯补补吧 弗莱士看着奇遇 虽然你多少还能战斗 在我看来 你还只是三流的水平 你还不行 应该多磨练磨练技术 虽然困难 但是理想情况 应该是一招 能把敌人秒了 展现了成功的同时 又不留痕迹 做到谁也察觉不到 敌人曾经存在的地步 做到那种程度 才可以说是一流 等到跟怪人王战斗的时候 我就让你看一看 一流的示范吧 到时候 你别拖后腿就行了 杰诺斯现在也在前进 看着如此大规模的战斗 老师的衣服 不要紧吧 恶狼猛烈的攻击 让黑光疲于抵挡 没问题 我的肌肉屏障 能挡下任何的攻击 等恶狼的攻击停止的一瞬间 一招解决掉他 但是 是我的错觉吗 他的攻击速度 好像越来越快 不对 不是错觉 速度真的在变快 以惊人的速度变快 停不下来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样子 就好像正在承受 几十名武术家的集中攻击 这碗路排山倒海的势头 怎么回事 我的脑中居然浮现了 败北这个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在肉搏战中 我的肌肉不可能输 跟背心尊者性感囚犯相比 我锻炼的肌肉方式是不同的 恶狼施展的 左手是流水岩碎拳 右手是旋风铁斩拳 这样的话 就能干掉他 用那两个老头施展的 这种连打的话 就算是个异常坚固的肌肉 也能强拆 西式天才 无意间学会了 无法一人同时使用的 双人奥义 胶牙龙杀拳 那是跨过了 等同于自杀行为的 武者修行 破坏道场 以及英雄狩猎的这个男人 模仿穴道的这个技能 可不是只有流水岩碎拳 对旋风铁斩拳而已 尽管是在英雄界中 和银色獠牙被誉为双臂 被评价为肉搏战顶点的 超合金黑光的 压倒性防御率面前 恶狼也没有停手 和高手的战斗中 越是被逼入绝境 越是能发挥力量 超合金黑光忍不下去了 别得意忘形了 一发超合金火箭炮 对着恶狼打过去 恶狼一拳 硬接了超合金火箭炮 恶狼的手臂裂开 但是没有后退的趋势 恶狼的限制器 即将就要得到突破 此时的龙卷正在用超能力 把塞克斯拉上来 塞克斯直接被拉到了 龙卷的跟前 巨大的超能力对撞 余波使得破烂不堪的 怪人协会再次重创 可恶 龙卷 你今天就会输掉 把我拉出来来到这里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龙卷询问塞克斯 还有一个人质小孩在哪里 画面一转 鼻涕熊遇到了King 鼻涕熊对着King奔跑了过去 你是来救我的吗 刚刚怪人冒充瓦钢麻 King还历历在目 别过来 别动 没用的 我都看穿了 隐藏了原本的相貌 想要接近我 找机会偷袭我 你这个卑鄙的真面目 这个时候 鼻涕熊的背后 突然出现了一名怪人 是一个拥有透明能力的怪人 怎么会 我已经完全透明化了 看着King凶恶的眼神 怪人逃跑了 该说King运气好呢 还是运气好呢 King带着鼻涕熊逃走了 这个时候大蛇并没有死透 大蛇的心脏部分并没有死 在不断吸收着杂鱼怪人 大蛇智力破碎 散落在怪人协会各处的液体 还能受到大蛇的控制 只要能够吸更多的血 大蛇的躯体还能再生 当大蛇意识到 塞克斯跟龙卷战斗的时候 庞大的能量吸引了大蛇 把血给我 大蛇的残骸 往塞克斯的方向过去了 只见塞克斯眼部轻轻爆起 眼睛的位置发射数发激光 被龙卷单手挡住 龙卷右手凭空一抓 就抓住了塞克斯的喉咙 给我回答问题 小孩子 到底在哪里 战斗的鱼波地动山摇 King带着笔体熊走楼梯 已经累死了 笔体熊称赞King 无论何时何地 都开启了帝王引擎 不愧是King King则是一身汗 气喘吁吁 什么时候才能到地面 最近我一直在玩电脑游戏 突然给我来这种 看不到头的楼梯 我会累死的 这个时候笔体熊发现了电梯 自然 King就选择了坐电梯 此时的塞克斯 已经被龙卷束缚的动弹不得 人这以外的小孩子 是协会成员擅自带过来的 只有一个孩子 牢房逃走之后的行踪 就不知道了 基地里面的成员 只有恶狼 还有纳里金的雇佣部队 就这些了 龙卷开着通信器 有谁在听通信吗 我找到的情报 就是这些了 怎么回事 没有人回应啊 英雄们都在搞什么 有没有好好工作啊 此时 甜心假面出声了 佣兵部队 已经被怪人控制了 我没能救下来 他们完全不听 所以我也只能战斗了 比起这个 我这边遇到了一个 非常棘手的干部 请求支援 龙卷表示 棘手的干部而已 你能别叫支援吗 没法独立一个人打赢的话 一开始就给我待在地面上 为了营救你分出人手 作战失败怎么办 甜心假面表示 跟龙卷没有办法沟通 有谁能跟我换一下对手 相信实在是太差了 可恶 塞克斯看着联络的龙卷 在战斗中起矛盾了 这些人真的是英雄吗 看来这个女人已经觉得自己完全是赢了 我还有胜算 下一秒 大蛇攻击龙卷 塞克斯挣脱束缚 塞克斯朝着大蛇残余的肉块 准备合体 用你肉体莫大的能量 增强我的超能力的话 来 我们结合吧 一定可以赢过那个女人 大蛇残余的肉体不断的上升 眼看就要跟塞克斯合体 此时怪人协会的其他杂鱼怪人 基本都被大蛇残余的肉体吸收 大蛇之间残余的肉块 当然不是龙卷的对手 但是为塞克斯的合体已经争取到了充足的时间 此时龙卷想要大规模的把整个基地一锅端了 但是那个孩子不知道在哪里 会不会被卷进去 龙卷脑中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被关在监狱 从监狱外面逃跑的人 没有一个来救自己 可恶 是谁多好 赶快把那个孩子救出去 真不像话 此时塞克斯跟大蛇已经开始融合 但是塞克斯发现 大蛇居然想要占据自己的身体 至今为止为了促进我的成长 努力帮我抓活祭品 非常感谢你 塞克斯 现在轮到你了 愤怒的塞克斯爆发出了巨大的超能力 额头仿佛雷电外放 可恶 老老实实给我听话 你不过是给我增幅力量用的容器而已 我才是真正的主人 只见合体的塞克斯跟大蛇变得非常的巨大 有数个手 尾部 又是蛇尾的形状 龙卷看着不对劲 展开超能力 攻击了塞大蛇 强大的电击 没有能破开塞大蛇的防御 塞大蛇的手中 拿着两根长矛对着龙卷攻击 只见两根长矛放在龙卷防护罩的周边 好像进行了什么攻击 龙卷的周边有一层防护罩 真是愚蠢 现在你还以为这种重力操作对我有用吗 话刚说完 龙卷也展开了攻击 龙卷面色凝重 发现不对劲 这不是重力攻击 这是什么技能 塞大蛇表示 我把屏障里外两面调换了 要是再不快点解除的话 在你那拙劣的能量输出 跟我注入的力量的影响下 内压会越来越高 就算解除了 你也会瞬间变成一滩肉泥 此时龙卷在屏障内已经显得非常的痛苦 屏障内的压力仿佛非常的巨大 塞大蛇继续加大压力 龙卷一口鲜血吐出 此时 齐鱼跟弗莱斯也在逃跑 追逐他们的正是大蛇的肉块 此时 大蛇的肉块攻击齐鱼的光头 齐鱼喊是愤怒 别碰我的头 一拳直接打过去 瞬间 怪人协会 又来了一场大地震 比特熊跟King正在坐电梯 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King非常的害怕 塞克斯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的凝重 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子死了那么多的细胞 刚才好像碰到了什么滑溜溜的东西 这就是指的齐鱼的光头 龙卷这个时候接收到了信息 保护那个平民的孩子向地表移动 听到孩子平安 那么龙卷接下来也没有什么顾虑了 打算直接毁掉怪人协会 黑光依旧在承受着 恶狼波涛汹涌的攻击 可恶 不仅仅是速度 连威力也不断的提升 黑光一拳 超合金火箭炮 被恶狼躲过 黑光的腹部完全裸露在了恶狼的面前 恶狼对着黑光的腹部来了一击 墙壁瞬间崩塌 黑光被打倒在地 鲜血吐出 很显然 黑光的肌肉在不断进化的恶狼面前 也显得有些不够看了 黑光爬起来 把我当作垫脚石 甚至连招数的精度都提升了吗 恶狼来到了黑光的面前 怎么了 黑光 你不是英雄吗 不是要阻止怪人游戏吗 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黑光看着这个体型比自己小很多的恶狼 冒出了冷汗 内心的恐惧已经体现在了表面 在超合金黑光小的时候 有着虚弱的体质 也不擅长运动 即便是随便玩外 也从来没有在运动会和追人游戏中胜利过 只是一味的败北 他就这样度过了很没有自信的少年时代 15岁生日的时候 他收到了双清作为礼物 送给他的三公斤的哑铃 从那之后 他每天就开始举哑铃锻炼 随着哑铃的重量不断的增加 数年后 他变得能够单手就能举起50公斤的哑铃 随着时间的增加 200公斤 500公斤 一吨 两吨 又过了很久 他的肉体变得非常的强大 已经到了不能够通过数字表现的级别 他在孤独的战斗中 完美的胜利 并成功的拥有了巨大的自信 那个肌肉 可谓是无双 在各种运动竞技中展现了压倒性的实力之后 他把活跃的场地 转向了英雄协会 在那之后 他也继续在锻炼 然后就是一场一场的胜利 成为了S级 他开始寻找能够让自己发挥百分百力量的对手了 他是在追求战斗吗 不对 他追求的仅仅是令人舒适的胜利 他并不想参加无法掌握胜负的战斗 恶狼的束发拳头 再一次打在了黑光的身上 黑光的脸色 有些惊恐 疲于抵挡 这场战斗 说不定连我都不能安全的全身而退 就在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 这就是忘却已久的恐惧吗 恶狼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再次来袭 这一次身材庞大的黑光 仿佛变得非常的渺小 恶狼却变得无比的巨大 黑光大叫着 给自己撞胆 一拳挥过去 没有打中 恶狼一脚踢中了黑光的脖子 黑光倒地 你的耳朵我就收下了 说完 恶狼对着黑光的耳朵攻击了过去 黑光脸色惊恐 现在的黑光 就像是被欺负的小孩子一样 看着黑光 恶狼想起了被欺负的鼻涕熊 以及自己小时候 也被人欺负过 揪耳朵 恶狼没有下手 黑光像是一个受伤的孩子一样 待在原地 竟然露出这样的表情 这不就像是我在欺负你一样吗 我想要成为的邪恶 应该是更加 突然 恶狼的浑身疼痛 站不稳 黑光看着恶狼的情况 你怎么了 就在这个时候 黑光的周边一个屏障 把黑光包围 这是龙卷的防护屁 黑光在缓缓地上升 此时怪人协会已经尽数崩塌 包括黑光这里 黑光看着掉落的石块 恶狼 这里已经不行了 如果留在这里的话 会被压扁的 快逃 但是恶狼并没有回应 黑光只看见无数的石块 掉落了下去 黑光在屏障中变成了一个自闭的宝宝 双腿蜷缩 把自己抱着 怪人协会震动的源头 是龙卷在使用能力 吹雪让帮古帮普 不要离开自己的身边 姐姐在使用能力的时候 绝对不会伤害到我 吹雪的周边也出现了一个护盾 包裹着帮古帮普 吹雪慢慢上升 此时 同地在天然水的包裹下 已经快要失去意识 这个时候 同地的周边也出现了一个护盾 让同地摆脱天然水的控制 缓慢上升 地上的三剑克也是 猪神本来已经快被牙龈吃下去了 这个护盾都能包裹着猪神 从牙龈的嘴里出来 性感囚犯这边就不一般了 性感囚犯什么东西 都喜欢往后面放 通信器也是 性感囚犯的屁股发光 从屁股处形成了一个屏障 带着性感囚犯上升 甜心甲面也是一样 也被屏障包裹 缓慢上升 姜世南这边就比较惨了 凭空出现了一个屏障 自己的残骸 在其他地方缓慢地恢复 这个是龙卷 难道是在帮我吗 那个是通信器吗 早知道把它埋在头盖骨里面了 弗莱士的通信器丢了 不知道在哪里的弗莱士的通信器 也出现了一个屏障 此时 黑金一拳朝着原子武士打过去 原子武士的周边 也出现了一个屏障 黑天了 周边的墙壁 直接瞬间挤压黑金 临走前 原子武士还砍了黑金 赛大蛇看着龙卷强大的输出 这个输出 你果然还有所保留吗 经过龙卷的一顿操作 贼士已经四分五裂了 树到身不见底的裂痕 已经把贼士分开 龙卷的超能力恐怖如斯 直接把怪人协会 整个从地底扯了出来 只见贼士 多了几栋高高的建筑 这就是被龙卷扯出来的怪人协会 King此时一脸蒙圈 刚刚还在地底 现在就到了高楼了 电梯的绳索突然断裂 King勉强抓住手杀 跟鼻涕熊逃过了一劫 这个时候正好遇见了杰诺斯 此时 大蛇的肉块已经将他们包围 改造过后的杰诺斯 对付这些肉块 小菜一碟 只见手臂处无数发激光 直接消灭了肉块 这个时候 弗莱士奇遇的地方 突然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坠落 弗莱士跟奇遇 不知道被困在了哪里 一点灯光都没有 King因为电梯坠落 遇见了杰诺斯 杰诺斯解决了包围King 和鼻涕熊的大蛇的肉块 这个时候 被扯出的怪人协会建筑物的顶端 只见建筑物全树崩塌 烟雾弥漫 随着烟雾渐渐消散 出现的正是塞克斯 此时的塞克斯变得无比的巨大 浑身没有衣物遮挡 在烟雾之中 唯美的身材 若隐若现 只见塞克斯的下方 连接的是一个巨大的生物 生物上也有眼睛 四只手拿着两根长毛 身体就这样延展到了 怪人协会的内部 这就是合体以后的塞大蛇 塞大蛇面前的 正是龙卷 此时 各地的新闻电视都在报道着 怪人协会所在的Z市 正在天崩地裂 就在刚刚 Z市已经被全灭 周边地区也已经发出了避难警告 英雄协会宣称 已经派S级英雄前去解决 虽然还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能做的 也只有祈祷 此时 金属球棒跟妹妹正在看着电视报道 金属球棒的妹妹 非常的害怕 冷汗直冒 即使这样 作为S级的金属球棒 还是选择瞒着妹妹去往前线 在医院的C级第一位的吴正骑士 跟S级的背心尊者也出动了 背心尊者的那些小弟 察觉到背心尊者去了现场 也准备去Z市 吹雪祖看到背心小队去了 也打算去往现场 A级的闪电麦克斯跟斯奈克 也趋往了现场 紧接着那些武术大会的成员 也想要过去 但是被水龙阻止 英雄真正的价值是觉悟 是内心的强大 不管是极限状态 还是危险状态 都能现身帮助人们的精神 现在的我们 在关键的时刻 只会给英雄拖后腿而已 要更加努力的锻炼 变得更强大才行 身体跟内心都要 水龙也想要成为英雄 画面来到了怪人协会 此时奇遇跟弗莱士 还有那名领路的怪人 已经被困在了一个漆黑的地方 怪人看着目前的形势 冷汗直冒 通往怪人王大人的道路 已经被封住了 也就意味着 不需要领路人了 我会被干掉吗 还好 这家伙在黑暗中看不清楚 赶快逃吧 要不拿个石头把它砸晕 怪人拿起了石头 准备砸向奇遇 突然发现了弗莱士的头 吓得怪人眼睛发光 奇遇看到这个怪人眼睛还能发光 看来还有利用价值 弗莱士现在被石头困住了 动弹不得 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呢 因为这个大崩塌 其他英雄说不定也被困住了 要尽快返回战线才行 奇遇表示 是啊 看着一动不动的弗莱士 那你赶快出来啊 弗莱士脸色凝重 这 我很麻烦地被卡住了 随便动的话 可能会被复杂地折断 要是平时的话 我能轻松出来 帮我把周边的石头搬走吗 奇遇表示 这是真的假的 着手跟着那名怪人一起 开始了搬运石块 巨大的赛大蛇 出现在了Z式的中心 下手可真不清啊 竟然割裂整个地表 把整个地下指挥部 都牵引了出来 想用能力把我引到地面上 所以就卖弄你的雕虫小鸡吗 真是精彩 那么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龙卷看着赛大蛇又变大了一圈 看来是从底部吸取能量的嘛 这么干脆现身真是谢谢你了 把这里连根切断的话 很容易就让你变弱吧 只见龙卷发动超能力 赛大蛇的根部被切断 是这样吗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做 你还是不明白 我在力量上已经超越了你 赛大蛇双手摆出了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中心 对准的 正是龙卷 下一秒 赛大蛇的三角形中 放出了巨大的激光 激光非常的庞大 在这束巨大的激光面前 贼势 仿佛也变得渺小了起来 赛大蛇面前的扇形区域 全部被无差别攻击 整个陆地连同海洋都无法避免 白云被切断 大海仿佛被横切了一刀 整个地球也受到了重创 这一击仿佛有了起雨 地球中锋拳的威力 这强大的攻击力 好厉害 这就是我崭新的力量嘛 龙卷脸色凝重 躲过了这招 但是衣服已经有多处破裂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仅仅几只怪人的合体 是不可能到这种级别的力量的 这么强大的力量 到底来自哪里 杰诺斯也被这个能量光波吓到了 能量规模无法测量 刚才的攻击到底是什么 龙卷到底在跟什么样子的对手战斗 King的脸色慌张 冷汗直冒 杰诺斯军 龙卷就交给你了 我要带着孩子去避难 塞大蛇说着 没想到合体的时候 那个家伙真的出现了 你很在意我这个力量的源泉吗 看起来 连你也开始慌张了呢 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我被伟大的存在所选中 是他把超越你的力量 传授给了我 当塞克斯跟大蛇合体的时候 到了关键的时刻 塞克斯眼中看到的 正是脑细胞 宇宙的构造图 它跟木星的表面很像 它就像是神一样 在停止活动的瞬间 它屈尊撇向了我 畏惧 我的脑中只有这个想法 与此同时 我感觉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涌遍我的全身 在这个瞬间 我领悟了 天命 使用这种力量 将所有生物的肉质 作为食粮来吸收的话 那样的话 融合在一起的精神意志 就会变成巨大的思念体 你难道不觉得我会成为地球的本体 一个星球级别的完全生命体吗 龙卷一脸呆滞 什么东西 你要当地球吗 用巨大的力量将万物吞噬 最后孤零零的游荡在宇宙中 真是傻到家了 你才是傻子吧 这一开始注定是伟大的进程 是知性体的终点 我正是被那最后一棒的神明选中了 虽然同为超能力者 但更胜一筹的 不是你 而是我 要问为什么 包括那个吹雪的 你们面对超能力导致未来的可能性的时候 从不三思 天天忙着无聊的英雄过家家 把我的警告当成耳旁风 此时的赛大蛇脸色有些猙獰 最终你们还是会败北的 甘心接受上天的惩罚吧 真是笑死人了 在超能力者周围 只会聚集一些想要好好利用你的人 这一点 你也是知道的吧 正因为你没有思想准备 所以才会被别人蛊惑 成为手下 关键时刻 永远不要想着 有人会来帮你 不过谁让你是个在绝境的时候 还想着向你宠物求救的半吊子呢 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被盯上了吧 是龙卷的童年 估计才让龙卷有了 不要想着有人来帮忙的这种想法 竟然说我是半吊子 见识到我的力量后 竟然还 此时赛大蛇的脑中回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跟吹雪有些相似 连你也不认可我吗 赛大蛇的尾部突然出现了许多条舌头 舌头包括赛大蛇的手心 同时发动激光 攻击龙卷 那正好 尽情来忤逆神明所选中的地球的意志吧 龙卷 无数发激光不断的输出 龙卷不断的躲避 不能让战斗影响到地面 此时 龙卷发现了King带着人质正在撤离 地面小队已经撤离完毕 King这个家伙 考虑了敌人的相信 决定把战场交给了我 很不错的判断 龙卷发动超能力 直接海底深处 无数发巨大的石头 凭空而起 这个石头估计有一个岛屿那么大 龙卷手指轻轻一挥 巨大的石块开始移动 移动的方向正是赛大蛇的位置 面对无数发龙卷控制的巨大石块 赛大蛇一直处于疲于抵挡的状态 只见龙卷控制无数发石块 直接砸中了赛大蛇 赛大蛇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只见赛大蛇的头顶又是火焰 又是雷电 威压逼人 只有这种程度吗 赛大蛇 龙卷 面目猙獰 超能力的比拼 已经白热化 怪人协会的顶端 又是光球 又是石块 战斗 十分的激烈 瞬间风云变色 整个雷式的天空 已经变得灰暗 抬头看去 只见空中电闪雷鸣 无数次的爆炸 让人心有余悸 红色巨大的触手 是怪人协会的boss 赛大蛇 绿色的光芒 是龙卷 改来支援的英雄看到这样的光景 仿佛是世界末日一般 在这场暴风的中心 龙卷跟赛大蛇 正在激烈的战斗 龙卷在岩石之中 飞快的穿梭 隐藏自己的身形 只见赛大蛇眼睛定神 直接穿透过岩石 看穿了龙卷的行动 这是白眼的力量吗 只要能感知到你的力量 你的行动就全部暴露了 舌头的几发激光 对着龙卷攻击 当赛大蛇以为击中了 沾沾自喜的时候 你竟然还能上这种当 你还是不行啊 赛大蛇只听到了龙卷的声音 却不知道龙卷在哪里 仔细感受过后 龙卷居然在自己的嘴里 瞬间 赛大蛇的整个躯体 被扭成了麻花状 随着龙卷发动了超能力 赛大蛇的肉体 肉眼可见的速度 直接被拧成了麻花状 前来救援的A级英雄 看到了这一幕 震惊了 如此阿诺多斯的赛大蛇 如今就变成了这个模样了吗 赛克斯跟大蛇的融合体 在跟龙卷交战的时候 外围一直存在着强力的防护罩 但是有一个地方 是无法遮挡的 就是吸收能源的根部 龙卷进入怪人协会内部 找到了赛大蛇的根部 龙卷伪装成被吸收的能源 从根部逆流而上 入侵了赛克斯的体内 这才出现了龙卷 在赛大蛇口中的这一幕 直接从内部破坏了赛大蛇 赛大蛇被重创 现在的龙卷终于可以一口气 把那些S级英雄 从怪人协会拉出来 之前一直在用赛克斯 无法探测的细小的念波 一点点的拉英雄们出来 因为担心整个根部 也被屏障包裹住了 全员救出来以后 就把基地整个切除吧 正当龙卷把S级英雄 从怪人协会移动出来的时候 原子武士跟性感囚犯 已经出来了 但是突然 一根尖尖的长矛 直接穿透了龙卷的左手 瞬间鲜血四尖 很显然赛大蛇并没有死 巨大的怪物身体 拿着长矛 直接搓中了龙卷 愤怒的龙卷 随即施展超能力 打算干掉赛大蛇 但是晚了一步 赛大蛇手中的另一根长矛 再一次戳中了龙卷的右手 瞬间 两根长矛 发出电流 电流的中心 正是龙卷 这一次的攻击 把一只游刃有余的龙卷 打了个重创 这一次的重创 使得S级的那些屏障 已经无法维持 原子武士 性感囚犯的屏障消失 直接摔在了地面上 在赛大蛇包裹的中心 正是赛克斯 可恶 竟然耍小花招 你太天真了吧 看到我大量喷血就大意了 很快 我也会把你的妹妹送过去的 好好品尝我的怒火吧 此时的龙卷 被两个长矛 搓中手心 动弹不得 赛大蛇的一发激光炮攻击 正对着龙卷发射 瞬间 从地面上冲上了一柱光波 直接打飞了瞄准龙卷的攻击 使得赛大蛇的攻击 改变了方向 冲上云霄 直接在上空爆炸 龙卷也因为攻击着余波 挣脱了长矛的束缚 可恶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赛大蛇定睛一看 在空中飞行的光波 正是杰诺斯 听从曲语老师 继续强化力量的杰诺斯 如今的攻击力 已经非常的可怕 虽然牺牲了点平衡性 杰诺斯玛丽全开 飞向龙卷 地面上的人 往天空看过去的时候 就像是一条青龙 破地而出 仿佛化身青龙的魔鬼改造人 来到了赛大蛇的面前 魔鬼般的双手的中心 一发强大最高输出功率的光波 穿天 雷光炮 只见杰诺斯的双手张开 仿佛化作巨大的龙嘴 在龙嘴中吐出威力巨大的雷光炮 对着赛大蛇攻击 赛大蛇也用光波回击 瞬间光芒四射 杰诺斯面色凝重 雷光炮被弹开 可恶 竟然被压回来了 从怪人邪灰的内部 又出现了几个蛇头 巨大的蛇头发动蛇之吐息 加上赛大蛇的光波 同时朝着杰诺斯攻击 杰诺斯勉强抵挡着光波 看着杰诺斯跟赛大蛇的战斗 喂 魔鬼改造人 这是King交给我的对手 你别给我添乱 你想再被我按在墙上吗 King King只是让你在奇遇老师来之前 顶替一下而已 帮助老师 本来就是弟子的工作 我来解决这些麻烦的光线 你赶快去把这个怪物解决掉吧 龙卷 这个力量实在是太惊人了 光是让鬼道偏离 我已经用尽了我的权力 能够一击粉碎巨大饮食的最终兵器 竟然在到场五分钟 就已经使用了出来 杰诺斯的最后手段 火力全开模式 虽然破坏力非常的大 但是也仅仅只能支撑十秒钟 真的来得及吗 龙卷开始着手把S级英雄救出来 有着屏障的吹雪显得异常的恐惧 不要 我不想现在就到地面上去 不光是姐姐 拥有这种异常力量的人有好几个 不可能 地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来吹雪跟塞克斯有着一定的联系 破损了赛大蛇的躯体慢慢的融合 你们这些愚蠢的东西 下等生物 竟然想要反抗我这个人类进化的终点 好好见识一下吧 究极智慧的力量 画面一转 此时的奇遇跟那名带路的怪人 正在搬运石块 闪亚把弗莱斯搞出来 顺带一提 这名怪人是一名女性怪人 搬着搬着 奇遇的肚子饿了 少废话呀 别停下手头的工作好不好 来 这样就感觉不到空腹感了 只见怪人收紧了自己的裤腰带 腰部变得非常的细小 奇遇吐槽道 真是不能理解怪人的思考方式 刚刚说完 奇遇的肚子就大叫了起来 咕噜噜噜噜噜 瞬间奇遇也勒紧了裤腰带 好像的确不怎么饿了 太强大了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 能得到纠集的智慧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嘛 能不能别把我算上 奇遇怪人一边搬运着石头 一边讨论着 回去吃点什么好 弗莱斯还被压在石块的当中 这种情况不被人看到 真是太好了 赛大蛇口中一发巨大的光波 再次朝着龙卷发射 龙卷这个时候 正在拉其他S级英雄出来 杰诺斯来到了龙卷的面前 双手张开 自己的胸部正是核心的位置 胸部一发螺旋光波发射 真螺旋焚烧炮 巨大的螺旋光波 中间还包裹着光波 跟赛大蛇的光波 猛烈的撞在了一起 什么 想正面压制住我吗 强大的真螺旋焚烧炮 一直跟赛大蛇的光波僵持着 直接把赛大蛇的光波封散了 正当龙卷有些惊讶的时候 快点 龙卷 龙卷赶忙把这些S级的英雄拉了出来 三剑克 居和鞍好像没有出来 铜地 甜心甲面 黑光 吹雪 邦谷 邦普 都被拉了出来 但是杰诺斯的焚烧炮 已经到了极限 虽然只有仅仅的10秒钟 但是也让龙卷有些震惊的力量 杰诺斯浑身冒烟 雷电外放 很显然是不行了 但是成功阻止了赛大蛇的这一次的光波 只能用一次的骗人把戏 互盾也没有了 是时候 结束了 紧接着 第二发超大的光波 朝着杰诺斯 龙卷发射 光波马上就要攻击到杰诺斯的时候 居然停在了原地 就算赛大蛇再怎么加大输出 光波就是不前进一步 杰诺斯的背后 龙卷支撑着杰诺斯 双手张开 很显然阻止光波前进的 正是龙卷 此时的杰诺斯双手通红 胸口已经烧毁 看来真螺旋焚烧炮使用过后 杰诺斯已经几乎接近暴飞的状态 生命都有可能会有危险 终于注意到我这边了吗 你干得很好 魔鬼改造人 又不是为了你 好了 你叫做赛克斯是吧 只见龙卷一手托着杰诺斯 一手向上一挥 赛克斯的光波就改变了方向 你刚才好像说 什么来着的吧 龙卷双手展开 很显然已经施展了超能力 赛大蛇冷汗直冒 发现自己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要把我妹妹怎么样来着 龙卷脸色阴沉 赛大蛇内心的恐惧 已经流露到了表面 吹雪此时也冷汗直冒 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姐姐的集中力增加了 姐姐要动真格了 邦谷看着上空 风云变色 本来已经灰暗的天空 仿佛变得更加的灰暗 这超能力 身不见底啊 赛大蛇的身体裂开 这难道 刚刚都不是真实的实力吗 可恶 这个怪物 龙卷双手慢慢靠拢 双手上下摆放 慢慢握紧 此时在英雄协会观察战斗的人员发现 贼士的地图怎么发生了扭曲 是显示器坏了吗 当龙卷双手都变成握拳 整个贼士全部都被扭曲 一圈一圈 仿佛是漩涡一般 地面海水都被这个漩涡带动 这个漩涡的中心正是赛大蛇以及怪人协会 赛大蛇连着怪人协会的建筑 再一次被扭成了麻花状 赛大蛇的根部也出血了 直接怪人协会周边无数鲜血碰出 山崩地裂 哪还有当初尘世的样子 脏妈不吸了太多的水 就要好好的拧一拧 赛大蛇的血仿佛雨点一般 下在了贼士 这一次赛大蛇真的死了吗 龙卷的超能力真的生不见底 仅仅是双手握拳 直接改变了贼士的地形 如果贼士会说话的话 会不会大叫着 龙卷你不要过来啊 我是鱼翼 一圈超人的剧情 我们下期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